各位同仁請就座 本席宣布開會 預備會議記錄請自行參議員 如意見局委任何 今日無人請假 是 今日預前 市長介紹28局處所長以及業務報告 含全身計畫預算專案報告案 我們請侯市長幫我們介紹一下 侯市長請 議長 副議長 各位在座的所有的議員理事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非常感謝在貴會召開第三屆第一次大會的時候 本來有機會在這裡 向大家介紹各級處所長 並來做業務的報告 我首先對本府的各部會的所長 來跟議員做一個簡單的簡易的說明 我先從三位副市長 開始來跟所有的議員來做一個介紹 從我的左手邊 我們的第一個副市長 陳陳敬 他是美國北卡州立大西的土部工程博士 前一個職位是在世界展望會當會長 那現在負責最重要的新北市的工程的建設的推動 在這裡特別給議員做一個報告 陳市長您請坐 第二個副市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陳副市長其實 他歷經交通部內政部的次長 也歷道工程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所以他的經驗非常豐富 特別謝謝大家給他的鼓勵 我們第二位副市長是吳明基副市長 謝謝 是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 在前一個位置是中小企業處的處長 在經濟部 那這一次來負責新北市的招商 經濟的帶動 特別謝謝我們的副市長 第三位副市長是謝政達副市長 他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壽市 大家都很熟悉 他還是勞工局局長 那來負責我的社會教育勞工 那第三個 第四個秘市長 因為秘市長 秘市長因為今天他沒辦法練習 所以家裡需要他顧 所以不然我也會請他來 今天也沒有排他的位置 秘市長大家很熟 李宥賢 有些人當秘市長 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特別跟各位議員報告一下 另外在這裡內襲的 有民政局的局長 柯慶忠 柯慶忠 柯慶忠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法律協壽司 他以前當過民政局的主任秘書 在中國區當區長 接下來是 我要趙順序 再來就是我們的勞處長 秘書處的勞處長 勞慶忠 是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公共事務的學院的碩士 他在前一個位置是台北市政府的參試 他在前一個位置是台北市政府的參試 下一次觀光旅遊局的張局長 張局長 張局長是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的術士 三個位置是新聞局的學長 下一次 我們的政 指揮說我們的政務局 沒有變 現在是我們的財政局的李泰興 李局長 李泰興 李局長 李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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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的協力 他的協力 我记不住他的協力 他是海洋大学的航运管理协系的寿司 在千里桂石交通部的主任秘书 现在是严明局的挪美清局长 台本 我这一本好像跟你那一本一样 谢谢 要照这损失啊 好 那累过了就不再练了 站这久了 好啦 站这久了 21月 谢谢大家 20月是我们的挪美清局长 是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协系的寿司 以前的位置是原住民主委员会的专门议员 那我就照这里前面练了 第三位开始 我们教育局的局长张明文 四万大学的工业教育学系的博士 他以前的位置是在 教育部参事兼市立大学的退场 专业办公室的执行秘书 我们的经济发展局的局长何一鸣 是弘甲大学建职及都市计划研究所毕业 他前一个位置是经济部工业局工业区的副组长 谢谢议员 公务局局长朱立志 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工程博士 谢谢 谢谢大家给他的赞美跟鼓励 谢谢 我们水利局局长宋德仁 宋局长是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博士 那以前是我们水利局的副局长 正任 谢谢 农卫局局长李文 是国立中心公共研究所经济组的授事 好 城乡发展局局长黄一平 是国立中央大学土木研究所的授事 谢谢 他以前当过台北市的工务局的副组长 那又是台船环海风电公司的筹备办公室主任 所以 特别在前一个位置是筹备公司的指南 下来是社会局的局长张景毅 这个大家都很熟 那再下来是地政局的局长康秋贵 是研制大学的一个授事 勞工局的局长陈瑞佳 是国立台湾大学造船工程学系的授事 前一个位置是勞动部勞动力发展署 中张投分室的分室长 交通局局长钟明石 是林传大学的公共管理设计发展研究所的授事 他先是我们的副局长升任 下来是捷营工程局的理局长郑安 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研究所的授事 他以前是副局长升任的 法制局局长黄怡腾 是政治大学法律学系的博士 他是也是我们留任的法制局 警察局局长胡勇言 是中正大学幻学研究所的授事 也是留任 我们真的啊 你再去建议一下就会进去 谢谢 希望大家给他多多鼓励 他很辛苦 给他多多鼓励 谢谢大家 对 環保局 環保局局长刘和然 这是留任 他是科技大学管理企业的博士 消防局 有 十七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最近有点脑花了 卫生局局长陈润秋 是台北医协大学医院务管理研究 管理协的授事 前一个位置是 这个 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的副署长 消防局局长黄德青 是联合大学的化学工程系的博士 文化局的局长蔡嘉芬 纽约势力大研究所的音乐博士 前一个位置是 台大创新设计协议的助理教授 客家事务局的局长林树琴 林树琴的局长 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 交易政策管理博士候选人 他以前是淡水区中山国民小学的校长 跟属为国民小学的校长 新议局的局长蒋志威 蒋局长是英国西民大学的新闻系的硕士 前一个位置是万里云科技的策略长 人士次处长郭树青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是我们国立台湾士班大学的硕士 还有政风处处长王文信 是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政策系的硕士 好 这个全部介绍完毕 我抱歉了 因为我没有照这个资料的顺序 我要介绍 我叫侯友宜 我叫侯友宜 还没介绍完 我叫侯友宜 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 跟大家七年多 金玉 新北市副市长 这很重要的 新北市副市长 谢谢议员今天让我有机会来站在这里 大家都是一个七年多 大家在府会相处在一起 那这七年多来 我要在这里 十二万分的表示感谢 我离开市政府部差不多一年 差不多一年 这一年来也谢谢很多议员在各地 碰到我都给了很多的鼓励 包括这七年多 将近八年多的时间 谢谢你们的照顾 让我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 来为我们的市民 未来的好日子 大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今天有幸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真的谢谢议员满满的鼓励 那有机会回来 我一定会更认真更努力 把我的事情做好 也希望议员给我多多指教 让我们创造新北市更繁荣 带动更好的好日子 谢谢大家 那除了这个以外 今天奉 议会 的这个指示 来报告 有关 全瞻计划 以及业务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报告 我要在这里 简厉的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108年度的新北市总预算 及副使单位的预算 及总计表 目前谢谢议员的支持 在分子的审查 已经通过 现在在大会二读 那 新北市政府 在大家的指导 我们在原有的 知识长 在任内所搓编的 这个基础上 我要求我们事务的团队 来以求行求便的态度 随时既自我替你 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提出全新的做回 把每一份钱 花在我们的刀口上 来对我们的市民的期待 我们会全以赴 让新北市会进步 所以在这里 特别谢谢议员 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另外 各机关 各特种基金 一三的编列之前 是全瞻计划的基础建设 议员最关心的 我特别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这里面108年度的 全瞻基础建设的计划合计 编了133.72议员 含电户转正41.95亿元 这里面包括中央补助款 70.80亿元 以及45的配合款 62.92亿元 其中有关中央补助款的部分 有包括既核定的补助的 山英县淡海轻轨 安康轻轨及万大中和树林县的 第二期工程 这些延续性的轨道建设的计划 大概有22.01亿元 还有提升道路品质计划 例行性的补助计划 19.70亿元 所以这两项的补助 是整个补助款是41.71亿元 那这41.71亿元 都是过往中央以年度的预算来补助 现在列到前瞻基础的建设计划 则特别预算来补助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也谢谢我们市府在征集预算当中 有一些补助计划 终会给我们核定 包括新北市新店区的保高智慧产业 业园区的设置计划 总共有10.52亿元 还有国民中小学校园示威建设计划 2.81亿元 新北市的国民中小学老 自由校舍的整建工程 以及地下停车场1.42亿元 还有板桥医院区的音乐公园地下停车场 1.41亿元 等等总共有29.09亿元 也要谢谢中央将强化卫生单位的食安基材 以及它的检测的能量计划 有0.1亿元 也纳到我们前瞻计划的第二期的特别预算给我们补助 整体而言 108年度的预算内 边内属前瞻基础计划 大部分都是过去中央延细性跟例行性的补助计划 那也部分 这个中央给地方的争取来的补助 那在这里新北市会提出未来的愿情 以及未来各项重要施政的计划 能够在整个大家的监督底下 我们也请你以后 把这个补助的钱不要浪费 所以以上的报告给议长 副议长及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来给我一个说明 这是我简单的针对全瞻计划的报告 来做一个说明 那有关全瞻计划报告的细项 因为这里面的细项很多 我就没有在这里指一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好 谢谢议员们 谢谢 现在各位同仁 我们这里请市长请问 第一个是 市长请问什么 第一个是林金杰 来 市长请坐 市长 麻烦你上被巡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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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 那么恭喜 那么 侯副市长当选侯市长 少了一个字 那么也恭喜你再承载了116万 所有市民的期待 那么这个高票当选的背后 就是责任的开始 谢谢 你提出來的安居樂業 要讓大家都過好一季 當然我們未來的四年 金潔會跟著我們的市府團隊 一起共同努力的打拼 共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我們也是希望 市長能夠跟高雄合作 讓我們新北的東西都能夠賣得出去 人也都能夠進得來 新北市民也要發大財 那麼 市長 我就想要救教你三個問題 那麼這三個問題也可能很多議員 心中的納悶跟疑惑 昨天都已經有開始在表露出來 第一個 這個朱市長 這個預算在108年度的預算 這個你要不要蓋瓜承受 你的這一個證件 如果錢不夠 那麼這一個裡面沒有編到的 那你在108年度的預算 需不需要退回重編 有沒有必要 請市長來回答一下 謝謝 金捷議員 給我的這幾個答案 這幾個問題 這裡面我要特別要說明 108年度的預算 朱市長已經送到議會來 而且經過分子審查已經在大會了 那在預算以及地製法 那是沒有退回的一個空間 那身為我接棒的何友宜市長 我一定會蓋瓜承受 而且求心求變 努力的把這些預算執行以外 看有哪些部分得會把它做得更好 我會全力的把它做好 好 謝謝市長 那麼第二個 那麼剛剛我看到了全瞻基礎的一個建設的一個預算 那麼市長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那像今天的很多的報章媒體都有這個披露 說你在選舉的時候 有提到對新北市的這個補助是0元 那就針對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去年 我們在這個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我們有議員把提案 把前瞻基礎的錢 全部都送大會來討論 那麼因為是你提到就是說0元 那麼跟你的這個認知可能有一點差距 那麼也請市長在這裡來做一個說明 讓我們議員能夠更加的清楚跟了解 到底中央給我們的錢是左口袋換右口袋 還是實際上有給我們還是沒有給我們 也請說明一下 好 謝謝議員 給我這麼一個機會來跟所有的議員來做一個報告 我在當副市長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2017年的4月 那當時到立法院去參加工廳會 所以立法院問我們 那時候事實上前瞻計畫裡面 新北市是沒有淚入的 所以那時候我有講過是0元計畫 那是2017年的2年前 那以後我就沒有再提這個事了 後來在選舉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特別提前瞻預算 我只在5月份講過一段話 我說前瞻計畫納入了萬大縣跟環狀縣的二階 我要感謝中央的決定 當然這裡面有一段話 我特別在這裡還給議員做一個說明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特別就當時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那一院長到各地去大概提供了5 那時候我在講的時候是5500億 後來到7400億 這當中到各縣市裡面去看建設給予補助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給彰化的縣是1000億 那時候沒有給新北市 所以那時候是針對這個議題來發言 並不是來對前瞻計畫來發言 所以那時候的媒體裡面的報導 特別把我這段話後面刮符叫前瞻計畫 其實從頭到尾我個人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個人的發言是沒有去談前瞻計畫 那後來在5月混的時候 前瞻計畫料到入的時候 我還是真的謝謝中央 在我這一次當選以後 行政院的第一次宴會的時候 我也特別就前瞻計畫中央的補助 我也表示我的態度 我會把前瞻計畫 不管是剛剛講的 有一些從左手帶到右手帶的 這種補助方式 或是給我們地方蓋停車場的 我永遠表示感謝 我都還是以一個態度 來謝謝中央給我們的支持 我們有全力把它做好 好 謝謝 那最後一個疑問 我也請教這個市長 你的競爭對手 蘇貞昌老縣長 那麼現在已經到 昨天就任行政院長 那麼對我們來講也是好事 那麼他當初的政見 裝老牙不用錢 你能不能幫新北市市民 去跟他要這一筆錢 來幫我們老人裝假牙 其實蘇院長提出了很多 新北市好的政見 我都會跟院長再度的報告 讓我們有機會能夠為新北市做更多 所以任何的政見 我都把它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 不過希望我能夠練習 在行政院院會能夠表示意見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 謝謝市長 市長 我們張市長 議長 我跟李坤城議員共用時間 市長 你剛剛有說啦 前瞻預算 你過去在選舉期間沒有說嗎 那我現在直接講了 你在去年的十二月六號 很清楚的指出 前瞻預算是政策買票 中央補助新北一毛錢都沒有 市長 這個媒體報導確切屬實啊 那當時候的行政院發言人 Glass也說明了 民進黨政府執政這兩年以來 光是捷運建設 中央補助給新北的 就超過三百億元 市長 你要不要針對這個說法 你公然扯謊 市長 媒體報導非常的明確 但是 你在所有的議員面前 你公然扯謊 再來 也不只這樣子 整個前瞻預算項目裡面 也不僅只有軌道建設 包括社會福利 包括屁建定下停車場 市長 我以我綜合為例 景和運動公園的地下停車場 還有家和公園 那是江永昌委員 爭取的前瞻預算 已九千多萬 市長 麻煩 今天是前瞻預算的報告 麻煩要想死啊 但是你在專案報告的內容裡面 你一直不斷的講說 預算是延續性的軌道建設計畫 你也一再的強調 這是屬於過往中央以年度預算補助 現改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特別預算補助 這樣的字眼 這是在致圓其說啊 市長 我覺得 你應該 對於前瞻一期 執行效度跟進度 非常辛苦的賴清德院長 給一個道歉 市長 你是不是應該道歉 非常謝謝張議員的意見 我在這裡還是再三的說明 其實在去年的五月混 前進度計畫蠟致的萬大師跟環藏興二階的時候 我已經對中央來表示感謝跟肯定 這個媒體都有報導 但是你12月的時候還是講 那個時候我是這樣子 那很多我對那院長 那院長 其實那院長也有所誤會 我是說針對那院長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拿了7400億到各地去補助的時候 並沒有針對新北市來補助 針對張華縣補助的1000億 市長 這個我表示我有意見 因為他是新北市的子弟 那是不是對新北市不一定要太好 但起碼也要給我們多一點補助 那這個非關前瞻計畫 我一定要說清楚 非關前瞻計畫 那一天行政院院會以後 我私底下給那院長做個報告 那院長也了解整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跟張議員做一個說明 後來這一段話 我也跟院長說得清楚 說當時我針對的不是前瞻計畫 前瞻計畫在五月份 核定這兩條線 其實就給我們補助了 那當然有一些是延續性中央 該給我們的這些預算 只是把年度的預算 變成特別預算 我也表示感謝 你還在四元七說 那你不跟賴院長道歉沒關係 但是你接受媒體裝返在近日 你也說你要跟現在蘇院長 他牽涉到前瞻二期 面對新北未來大合作 你未來要怎麼跟蘇院長好好的溝通 你是不是可以用熱線打電話跟蘇院長講 我們新北非常需要前瞻預算 市長你要不要在那邊承諾 我承諾不要說打電話 我都會親自去找是不是 親自去找蘇院長 這個是我們要拜託中央給我們支持 所以我希望說 禮拜四的行政院院會 就新北市很多的建設 我都會跟蘇院長來一一的來拜託 給我們多予支持 所以在面對蘇院長之前 應該跟賴院長先道個歉 也跟蘇院長道個歉 因為你之前十二人的說法是錯的 謝謝 一個競爭對手 現在又變成你的長官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對蘇院長講的 對 你現在是新北市市長吧 對院長 對我以前老長官老縣長 我永遠只有一個態度 心誠感恩 謝謝我們曾經為台灣努力過 我希望院長上來 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院長跟我共識那段時間 是我最自安感受最深的 所以院長用這種態度 我們用地方治療態度 並肩作戰 我也希望說是用合作的方式 一定合作 不要用對抗的方式 去跟中央要更多的經費給新北市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中央絕對要讓我練習 中央你一定會練習 所以我這一點肯定你 你比之前的朱市長好 我沒有缺席的 對 我說你比之前的朱市長好 你都有去練習行政院院會 比過去朱市長好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 你比他做得好 那你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你有提到說 要用過去這一個 這個朱市長 這個他的競選證件 來跟他要經費 那譬如說像老人裝假牙 我是垃圾袋降價 有沒有要拿他的證件來做 來跟這個中央要經費 我是說這樣講 有一些我跟老縣長 其實有一級同工之妙的證件 我一定會先提出 那我就講這兩樣 比如我講 垃圾袋降價 比如講 文化部那個板橋那個 特技那塊的地 他說 歐童博物館跟歐童樂館 我就會拜託他 一起做 一起做 所以這是好的事情 大家帶給他 他另外兩項呢 這兩項政策上 我會再去評估 好不好 那個評估報告 你再給本席知道 好不好 主席市長 還有在場所有的局長們 這個可以輕鬆一點 就是 我想說這個前瞻計畫 是這樣 為什麼市長會 大家會正義這句話 是因為的確 因為我過去也在市政府服務 的確 我們市府 新北市在 國民黨執政 跟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所受到待遇 的確是有不同 那大家應該印象非常深刻 前瞻計畫 一開始 新北市叫林園俱樂部 因為所有的軌道建設補助 都是把原本 核定給我們的預算 把它放在前瞻計畫 這就要做 左手放右手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也凸顯了 這個藍綠惡鬥的問題 所以我想就是幾件事情 想要請教市長 一個是今天發生的時事 因為管中民今天被監察院彈劾了 我想問一下市長 你認為他的彈劾有沒有藍綠之分 那你怕不怕新北市 或是國民黨執政縣市 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看 因為我對這件事 今天台灣談的內容 不是很了解 那其實我都抱著一個心情 台灣很小 都出口隔壁 不會你跟我 為這塊土地來努力 所以有一些很多政治意識型態的 我希望把它降低 如果用意識型態去做每一件事的行為 我是覺得這樣對台灣人是不好的 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跟對立 這是我的態度 那因為它有個個案的內容 我不是了解說今天台灣人 到底為什麼去彈劾管校長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還是希望秉持著 大家好好對視 不要對人 把事情做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詢問市長 因為市長17號 你就會去行政院會 就會碰到蘇院長 會啊 那你會跟他講什麼嗎 我希望 第一個我還是用感恩謝謝 我真的很祝福我們的 這個老長官又回來當行政院長 因為他對新北市很了解 如果我們大家站在為台灣 為新北市來努力的方向 我一定非常誠懇 實實在在在跟老院長感謝外 也會把現在的狀況跟老院長 這個院長來做一個說明 希望讓我們創造雙贏 為這塊土地付出 那我比較擔心的齁 爺爺我比較擔心的一點 就是擔心我們六都的直轄市市長 不想有沒有機會再練習 我會比較擔心 因為現在又有一個平台是什麼平台 中央地方協調平台 那我希望我都能夠參加行政院會 我非常珍惜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只要有這樣開會的機會 我會盡我可能去參加 然後對新北市的一些建設 還有新北市市民的福祉 我會勤力的來跟院長做個報告 我相信院長 對我們新北市的僚長 他會支持的 市長那接下來 有三件事情 我想建議市長去跟蘇院長講一下 是有關於我們新北的建設 第一個就是剛剛大家講的文化部那塊地 因為蘇院長在選舉的時候一直攻擊說 新北市讓一個3.31公頃板橋火車站旁邊那塊地 變成全台最貴機車廠 實際上他2004年提出要蓋一個歌劇院 他2006年當院長也沒有把這塊地 撥給新北市 但是他這一次自己承諾 他如果選上新北市長 可以在100天之內 然後他可以讓中央把這個地撥過來 我想問市長有沒有這個決心 或這個時辰 就用這句話來要求他 讓他在100天之內 我們可以完成就是這塊地的規劃 至少您現在對這塊地的規劃 是要做兒童影音博物館嗎 其實我跟院長提出來是有義舉同工 有義舉同工 他除了是兒童博物館 是影音科技創意園區 還是以兒童為主軸 所以我會在那個行政院院會 來跟院長拜託 不敢要求拜託 因為這個地屬於中央的 我們是要拜託別人 然後看看院長有什麼方向的指示 我們全力合作 把這塊地能夠盡速把它活化起來 能夠帶動我們新北市的環境 因為他在選舉攻擊就是實成的問題 他說從2004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 我覺得說這個時間一定要跟他講清楚 就是說他說100天嘛 就要求他100天可以做到 然後他說不用啦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實成 有一個具體的做法 不然那個時間可能會延長 到時候下一次選舉又被拿出來講 我就覺得人不太好啦 所以可能是身上要 謝謝嚴嚴的提醒 謝謝 第二個是他在選舉的時候 有供給一個是說 希望新北市的失業勞工 可以比照公教人員的 就學費的補助嘛 那那時候 新北市的主張是因為 我們第一個在 本預算已經有編一個 失業勞工的就學補助 第二個是勞工權益基金 不夠嘛 因為勞工權益基金 如果要補貼的話 如果要比照公教人員 光大專生 一年就要2000萬 所以已經超過權益基金的剩餘了 那當時蘇院長就批評 侯市長說你不重視勞工啦 那所以我覺得 市長你應該要求他 訂定一個全國的標準 既然他這麼重視勞工 他應該訂定一個全國的標準 就是讓全國的失業勞工 比照公教人員的補助 那這樣新北也受惠啦 這個是希望可以讓 中央來補助 那第三項啦 是最近我看到中央 要修改財化法 那因為新北市的人均預算 是現在是六租最低的 那主要是因為財化法 已經十多年沒有修了 那我希望說市長 可以更積極一點 可以連同現在十二格 新北市的立委 可以趕快促成這件事情 可以讓那個 讓中央趕快修改財化法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市長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現在蘇市長 租院長一直在做內閣網紅話 包括他昨天直播還用魯翼來磨頭啦 我覺得市長也可以參考一下 加強社群溝通 謝謝 謝謝葉議員提醒 謝謝 王委員 謝謝 各位動聽喔 我們今天盡量說前瞻議選 不要說我旁邊去 謝謝 謝謝我們議長 謝謝主席 那市長請就座一下 謝謝你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那個我們 陳香菊的這個局長 好 誰 你現在要叫誰 你傳染報告 他怎麼可以 來 你 也好 謝謝我們局長 我想請局長提供一份資料 就是說 關於我們新北市青年住宅 社會住宅等已經規劃 或者新建中 甚至是預定 這個計畫的這個書面資料 可以供民眾參考 並提出我預計啟用的時間 讓民眾來做為這個預先準備 那同時也想請問局長 現行營運中的青年住宅 社會住宅 是否有無發現這個 靜音管理上的問題 又準備來如何改善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裡面稍微有寫一些預付報告 我 這個報告是正案報告嗎 今天不是報告嗎 正案的 這個六分鐘時間 好 好 好 來 來 六分鐘 不然六分鐘 這個盡量我剛才說 盡量那個 市長站在哪裡 你要什麼 你叫他寬度嗎 沒有 他要叫市長站 沒關係 他要叫市長站 他要叫市長站 沒關係 這個人不能起來啊 蛤 對嗎 這個 市長要用報告 市長要用報告 請大家要搞清楚 整個議會 第一天都會 沒有啦 因為 因為 疫情沒有 疫情裡面 有一個議員 會不會報告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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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 時間 要站定 時間 要站定 時間 要站定 站定 時間 站定 好 議長 沒關係 如果近年其他同仁有這個意見 我想我的時間就保留 我就讓大家休息 但是我希望能夠 讓我今天想提出的問題 用書面的方式 提供給城鄉局跟公務局做參考 也請他們以書面的方式回覆我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可以 好 謝謝議長 請局長回座 謝謝 請局長回座 謝謝 好 我先去看他怎麼回事 請你來 你要繼續 好啦 這樣 我們其他議員的建議 我先把我的問題 來跟大家請教我們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城鄉局的部分 我已经有跟局长来说明 那第二个就是说 想要请问我们公务局 公务局夜馆的 有关于这个室内装修的申请的这个部分 我想请公务局来提供 106年度及107年度 室内装修检举尘埃的建树 以及106年度107年度 我们全新北市申请室内装修许可证的建树 还有107年度取得室内装修合格的建树 原因在于说 我们三重庐州其实最常见的住家 大概就是35平上下 屋龄30年 三房两厅两位浴的公寓 当时建树的原始图 都大概只有画一间厕所 后来交屋都变成是三房两厅两位浴 那这跟原始图比起来 增加了三个房间几个位浴 只要被检举 我们依照现在的室内装修法规 都必须用这个多间套房审查原则来办理 造成很多民众想要合法申请 却根本没办法合法 我想请问公务局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再过来我想请问局长 是否有发现少数不肖的这个都根业者 或者是检举达人 专门检举民众有没有违建 有没有申请室内装修 来骚扰不配合都根的这个民众 或达到取材的目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问我们公务局 把这个室内装修的法令定得非常严格 导致我们老旧房屋的屋主根本现场没有装修 反而都变成了违法 那室内装修变成了刁难民众很好的一个法令 也让都根业者或检举达人有这个漏洞可以专 公务局间接来成为打手 我想请以上 我再请我们公务局来做回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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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林国村第一次发言 这个对于前瞻预算 本席非常感谢中央政府 在去年我们在审查预算 或者在大会的时候 一直要求我们新北市政府 对于各局处 要向中央来积极争取 那今天看了这个内容以后啊 当然我们板桥音乐公园也在我们中央的补助之下 十多年来都长存了这个问题啊 也补助了我们这个板桥的音乐公园 也感谢中央的得正 但是我八年八 这个我记得啊 这个潜在预算 总经费高达大概八千八百亿 可是看了我们新北市的这个补助的部分啊 这个似乎也太少了 不到一百亿啊 看书面资料啊是七十点八亿 那未来在新北市 建议我们侯市长各局处 选举过后了 选举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政策 该兑现了 要兑现 选过了 大家都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在积极的打拼的 所以要多一点经济 多一点这个建设 少一点政治 所以要拜托我们新北市政府 各局处还是要针对这个前瞻计划 要多多多的这个 的争取啊 第二个 讲到这个时候啊 我们选举的时候有些语言啊 难免会激起对方的心理的不爽啊 但是啊 这个部分 该回归到正常 我们回归到正常面 第二个我要建议的 刚刚讲的前瞻计划里面的 有一些我们的轨道建设 轨道建设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 我们捷运的环状线在试车 造成很多周边居民的一些噪音的反弹 所以未来我们侯市长 如果是捷运到哪里 都根到哪里 这个政策要继续的推动 一定要把这个噪音的情况 要把它改善 我相信我们很多议员都很关心 这个案子 希望回去以后捷运工程局 要拜托台北市 因为施工了台北市的捷运局 这个部分要优先的来处理 不止我们板桥 捷运环状线各地区都一样 这要拜托一下 会堪也会堪过了 我们去现场也会堪过了 但是还是陆陆续续 很多的这个民众啊 一直在反应 反应这个部分 第三个 我也感谢我们苏院长 我也感谢我们苏院长 过去在当院长的时候 我们的治安情况非常的良好 现在当了院长 一样治安的情况 尤其是新北市 这个侯市长 未来在新北市 这四年的时间 个人本席有一个建议 希望成立 反诈骗的小组 看看我们社会上 多少的受到诈骗集团的 这个欺负的 包括契约的欺负的 陆陆续续 而且这些金额都非常高的 这个未来 如果前瞻计划了 可以的话 是不是补助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科技防卫层里面的一些设施 是不是可以去争取 因为我知道 这个科技日新月异 有很多新的科技一直在出来 所以新北市政府 好不容易我们一个科技防卫层 打击犯罪 这个不只是我们 侯市长您的主要的任务 也是我本席 林国村本席主要的任务 为什么 社会上层出不穷 地震局 民政局 怎么可以让一般的民众 去申请变更的印件证明 怎么可以到我们地震事务所里面 做了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的设定 我们的为民服务 服务到诈骗集团去 你知道吗 我们讨论过很久了 这个部分拜托 现在银行都有防骗的机制 老人家要去申请印件证明 你要问一下他们的小孩子 要去申请设定 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去申请设定 也拜托一下 我讲过很多次 很多次很多次的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发生 建议我们新北市政府 真的要成立一个 这个诈骗 取缔诈骗的防诈骗的这个小组 包括什么 纳古塔的买卖 多少这个请家荡产的 很多人 我也拜托我们警察局 也拜托很多次了 所以在这里要拜托我们 这个侯市长 在这个方面 一定要很认真的去 做一下防堵的一些政策 我们地方上希望是接政器 接地器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我们新北市才有办法发大财 人民才有办法安居乐业 也在这里恭喜我们 这个侯市长 也恭喜我们各位议员 过去选举很辛苦 现在未来这个四年 大家在这个议事堂里面 可以沟通 可以协调的 我也建议 大家应该秉持政治的成见 要好好的沟通 好好来 我过去 国民党 少数的时候 我们都 民进党要强迫 我们也没办法了 是不是 民进党党团 现在国民党党团多了 我也会希望说 我们的党团的成员 大家就新北市的建设 好好的来努力 来沟通 谢谢 也谢谢我们主席 谢谢 主席市长还有我们各个局处长 那我们是不是请侯市长 来市长请 市长好 我们今天是业务报告 跟前瞻计划的预算案 那我想要说的是 在2017年5月的时候 我们的苏贞昌老县长 那到屏东 他曾经也当过屏东县长 他在屏东的时候呢 他就指出来 也特别像我们的 蔡英文总统喊话 说苏贞昌 他自己在当隔魁的时候 曾经解决了高频铁路 高价化的问题 但是现在屏东 却好像争取不到 那各县市争取 前瞻计划都非常的有力 包括像那时候 还是高雄市长的陈菊 台南市长赖清德 还有桃园市长的郑文灿 都拿到很多的前瞻预算 但是屏东却很可怜 所以他特别为屏东 来向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来请命 那我想要问的是 那请问侯市长 我们新北市 是人口第一大的城市 那苏贞昌过去 也就在过去一年 也曾经是您的对手 就是我们一起来竞选 这个新北市的 新北市长的位子 那我们新北市的前瞻预算 是不是也少得可怜 那我们是不是要请 我们的苏贞昌院长 也还我们新北市一个公道 您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的苏贞昌院长来讲的 谢谢江议员 对当年大家在争取 这个不管是轨道建设 或是前瞻预算的相关的地方的补助 大家都用了很多的心 当然以新北市地方的一个首长 对中央 我们不一定要喊话 我对中央 我会诚意地去沟通 事实上 刚刚林国村议员也讲得很清楚 中央给我们补助 那有一些是年度预算本来要给我们的 变成特别预算 那真正给我们补助的其实比各县市来讲 并没有比较多 那尤其新北市四百万人口 这么大的面积 我还是会跟老长官院长来做报告 希望在轨道建设后 是其他的前瞻计划的补助 给我们好好的给我们支持 我相信你院长他对新北市的了解 他应该知道我们急需要在哪一方面 而院长应该会给我们支持 我会用很感恩的态度去见院长 拜托院长给我们好好的支持 那我想苏贞昌他在竞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也有提到不少 就是对于新北市的补助和建设 当市长能够做的 他当院长一定更能做 更有权利也更有资源 那我想指出一个 他比较具体的一个证件 就是他在被民进党征召为新北市长参选人之后 他有到新庄的一个横移门 去召开记者会 他那时候说朱立伦在当市长的时候 大汉西左岸的题外变道 完整串联 这个好像感觉可以再更努力一点 那如果苏贞昌当市长的话 他一定会把这个完成 那时候我们的新北市水利局就有说了 就是在配套完成之后 我们新庄英哥树林题外道路的最佳方案 这个部分希望可以争取前瞻计划的补助 而且希望是不分党派来支持 那这部分有分两期的那个工程 包括像第一期是从甘园大桥 到树林的水源 水源街的段落 还有到那个人工失定 那时候苏贞昌院长就是说要争取前瞻计划 那请问侯市长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向行政院争取 这一项前瞻计划的补助 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向苏贞昌当时候说的 我们要不分蓝绿 而且是跟我们在座所有的议员不分蓝绿 特别是土树三英还有新庄地区的议员 然后我们一起跟新北市政府 由侯市长带队一起来向苏贞昌院长来争取 谢谢议员的关心 这是本来我要做的 我们已经把这些第三次的前瞻计划的这个计划内容 把刚刚您所提的这个内容已经报到中央去了 那我相信院长看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应该会给我们支持 因为这也是他提出来的构想 那我想说如果在行政院院会列席的时候 我会跟院长在当面做个报告 那这个第三次的计划已经纳到您的证件 已经报来了 请院长给我们多多支持 我相信院长应该会的 因为这是他对我们新北市市民的一个证件的承诺 OK 好 谢谢 谢谢 主席 市长 我们各举处首长 还有所谓议院同仁 我们事先请市长 首先我想我要代表淡水地区的民众 感谢市长上个礼拜天来视察我们这个淡海轻轨的一个 市长与民众的一个事成 那我想市长也在沿途的过程当中 也听到了很多的民众对轻轨的一个反应 那我想市长也可以了解 就是说交通的问题 对淡水地区的民众 他的渴望跟需求 我想市长应该也是了弱于心 所以我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呢 也是要在这边要拜托市长 在未来在行政院会议的时候 可能也要跟市长这边来拜托 那当然有些部分是属于我们市府团队的权责的部分 也希望市长这边可以责成相关单位 来尽快来协助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尤其新市政的居民 他可能会利用这个轻轨的这个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很多人就在反映说 这个班次的这个艰巨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个区域内很多党籍的议员 也都对这个问题有提出了相关的一个需求 我想不管是目前是15分钟一班 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尖峰时间 可以有比较这个密集的 5分钟6分钟一班 来疏解这些上下班的一个民众的需求 我想不知道说这个这边 市长这边或是我们能不能未来 可以来协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班次的一个调整 特别谢谢陈议员在假日 还陪着我一项一项你去检视 关心我们淡水基民交通的问题 尤其淡海轻轨 我知道陈议员非常在意在地基民的感受 希望能够变成一个通勤通协 最有效也最便利的方式 所以刚刚您提出来的 在整个班次的捐捐上是能够缩短 我特别借这个机会给陈议员做一个报告 原本我们是15分钟一班 那16号 1月16号 第8列车会进来 我们现在不然有7列车 第8列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调整 希望把捐捐15分钟缩短 看能不能缩短到12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再调整看能不能缩短到12分钟 我希望 我希望只要在安全无疑 在调整的班次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能够在过年这段时间 能够遵照陈议员所提出来的 我们把班次缩短 让淡水基民的感受会更好 它速度会更便捷 就是说希望市长这边可以真的来 尽量来 在安全无疑的状态之下 尽量把这个班次的这个兼具 缩短到民众的一个需求的 这个使用的一个状况 我想所以我想这个民众的这个在地的需求 我想市长也非常的了解 那第二就是说我想上次 我们在市长在视察的时候 也有提到 这个在轻轨跟捷运这个占轨 一个联通的一个部分 那本来那天之后讲到说 我们大概是要在8月可以完成 那我这边有个建议 也是这个我们在地民众跟我建议说 因为8月是这个暑假 那暑假或许很多小孩放假 或是很多或许有很多的游客 要来我们淡水地区来观光 在8月份才完成 如果还要遇到未来有验缩的问题 如果又延宕了 会不会对这个我们淡水地区在地 不管是通勤或是交通或是观光 有一些影响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在安全考虑无余之下 有没有可能把它做一个提前 我想这个暑假的时间 让很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民众 来体验我们淡海轻轨 是不是会更好 所以我想这个时间上 能否请市长这边了解看看 有没有可能来提前 让我们这个暑假期间 让更多人来试乘这个淡海轻轨 那借由这样的机会 也带动我们淡水地区 北岸地区的观光 谢谢议员的关心 刚好在使假期间 8月份7月份开始 如果没有在7月1号之前 把它施做完毕 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旅游 对我们淡海这个地方的发展 还是会稍微受到影响 所以议员您这个指示下来 我会责成我们的捷运工程局 希望在7月1号全部完工 然后让这样一个风雨走廊 能够让我们的民众非常的便利 让我们的观光人才能够带动 更多的人来做我们的淡海轻轨 我也请你以赴 要求跟节目局7月1号的办法 再次谢谢市长 那我最后就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那关于南海线的部分 它的骑程规划 那未来有关于老街这个阶段 这个地区的这个 跟在地居民的一个沟通 让他们这个宣导的了解 包括说未来这个地区的 综合规划的发展 是不是也要一并考虑在里面 让不是只有 这个 关于它的新生的规划 产业的聚落 观光修行 能否一并把它做一个包装讨论 那也借机带动 我们淡水地区的一个观光的契机 谢谢议员一直关心 我们的淡海轻轨 我特别借这个意味给议员报告 我们那个三个站 我们的科技大学 沙轮站以及伊人马陀 我们今年底要把它完工 那有关机密的沟通 我们四月一会全部启动沟通 希望潜力的跟市民 大家一个好好的一个沟通平台 那能够把淡海的南海线整个 大家沟通有效的继续把它完成 谢谢议员 再次谢谢市长 谢谢 谢谢 医长 市长继续 谢谢 市长 在我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之前 我想要先要求你 是不是先针对你在7号那时候 就是去年的11月7号 说中央一毛钱都没有给新北市政府 前瞻计划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强烈要求你先道歉好不好 谢谢 你先道歉 我觉得先道歉 我才无办法问你接下来的问题 因为我说这个 我们不论在跑任何场合的时候 偶尔人有私足 马有尸体 都会说错话 我先强烈你 先要求你先道歉 作为一个男人 说错话道歉应该没怎样吧 谢谢议员 你让我再解释一下 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刚刚您跟张志豪 张委员已经讲了很久 我相信我们这不是姐姐在唱 跳针 你不要一直跳针 你就说要不要道歉这件事 这个议员我再说明一次 那这样子 我在2018年的五月份 我对前瞻计划 把万大县环壮县的二阶 以前跟中央比较 刚才你说的我都有听了 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 我就说这有听过 我们不要像这些经验 在唱姐姐都在跳针 不要一直讲这个 要不要道歉一句话就好嘛 就说不好意思 我那天可能没讲清楚 我说错了 这样也可以啊 对不对 就像你现在要说的这个 就是同样啊 也是同样 你就说道歉嘛 我那天说不对啊 没有讲清楚 说声道歉 这样不行吗 你现在讲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你一样的东西 我们不要repeat 就讲我要不要道歉 这个谢谢议员 我还是说一下 因为当时我讲话的 整个状况的内容 我特别说清楚 因为当时 因为那个时候是赖院长 到各地去浮显的时候 拿了7400亿 到各地 那给赖院长一千 我们不要重复这个浪费我的时间 说今天我只有六分钟而已 第一次表现 不然你也要跟我讲一下 你又讲一样 我根本就没讲 好 这样我不要问你 对前瞻计划你了不了解 啊 你有没有对这次 我们新北市政府 所争取或争取中的 前瞻计划你了不了解 刚刚我在业务报告里面 那都会讲 OK好 那我北区我不管 我跟我们图形 像哪三个人都 我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有一个真处跟真处中的预算 报道已经真处到的前瞻计划 有带几行建设的你跟我讲一下 起码我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南大二线嘛 南大二线嘛 南大第二线啦 南大线的第二线嘛 这一定有嘛 再来一些地方建设 你说啊 没关系 我等下看这里面都有啦 你那里面根本就没太清楚 你是要怎么说的 不会啦 这里面有很多信息 我先跟您报告 原山隧道就是我们前瞻计划 要争取的 后村院也是我们要争取的 树林 长寿公园 地下停车场 也是我们要争取的 你今天 你完全没準備 你就来唱这背心台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也请教你啊 这四个 都是我们前瞻计划 要争取的 对不对 有没有要争取 我们现在在争取啊 有没有要争取 有啊 那你认为 你要怎么样争取 那 当然要跟周恩公固 你现在 你现在连我们地方上 要做什么建设 你都还不清楚 你看 我一讲 所有的局长 全部列席在这边了 所以我希望您 以后 要来对我们咨询之前 功课做好 刚刚我们昆臣议员 很厚落你啊 你去行政院的时候 是不是 列席 真的要每一场都列席 这比朱市长好 可是我告诉你一点 朱市长有一点比你好 起码他数字概念 比你清楚啊 对不对 他对地方的建设 我觉得 你还不是太清楚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选前一直讲 市长 对市政的功夫 要多做准备啊 不要 当然这市长 才开始学习 新北市市民 没有四年的时间 让你去学习啊 后面八年 后面的四年 你才要再做准备 这样不行啊 我可以拜托你 回去 好好地做好你的所有功课 不只是土树山英啊 我的选区 我希望新北市民 投给你 他们不要后悔啊 这个 这个你可不可以保证啊 谢谢议员的指正哈 我特别跟议员讲 您刚刚讲的那几个计划 尤其在淵山隧道 我们都去看过现场 不是我们不熟 我们会把这些 您 那我想请问您多少钱 请问淵山追话 我特别跟议员做一个报告 我会把您的所要求 我希望我们把这个部分 来跟中央来做一个 多通跟报告 所以你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 到底 淵山隧道这个计划是要多少钱 诶 局长 帅哥局长 听说你比较慢 你要回答 我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其实一个隧道的一个工程 它的变数非常多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数字 不代表 我当然知道 可是一开始 你们有规划出来嘛 对不对 也有预算出来 起码市长 他本人要知道预算啊 我是一个菜教 我比不败 今天就是要来青岛市场 这整个市场要怎么做 你对自己的地方的事情都不了解 你是怎么做这个指定 市长都非常清楚 我觉得是你比他清楚太多了 我跟公府集囊都去看过 那这样子好了 我再说一下 市长 我要动算隔壇工 你有靠我 是 我也很感谢你 给他工你靠我 我也很感动 谢谢 但是我会跟你说过 只要做到的事情 不分难力 你也中央的 不能去跟他 跟他说中央是人的 民进党执政 不要这样子 该用心做的 我们就用心做 不要去想说分难欲分什么 一分党派我们全部都要为新北市民做好事 好不好 一言讲得很好 我就是这种态度去面对 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谢谢 谢谢 来 施王青 施育员请 一样是请市长回答 那首先恭喜市长以 116万多票的那个全国最高票 来当选我们新北市的市长 那接下来 本期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市长 那第四个问题是刚刚市长已经回答过了 那对今年的预算 租市长编的预算 市长就概括承受了 这个就不用问了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英哥凤鸣地区有一个凤鸣火车站 下一张 下一张 有一个凤鸣火车站 那因为 本来三年前就要兴建的 那我们 桃园市长郑文参他就坚持说他桃园市他的铁路要地下化 那他桃园市铁路要地下化 竟然让我们的英哥凤鸣火车站是 本来已经在兴建了 那就变成不能建了 那 这个桃园市的铁路地下化 是遥遥无期 所以他们 1月9号他们桃园市的市议员 也要求桃园市府 跟中央 争取说他们桃园市那边三个站 要先设临时站体 那桃园市府也已经答应 跟中央积极争取 可是 我们新北市 我们新北市是 给他拖累的 就是我们的凤鸣火车站是让他拖累 所以不能 本来动工了 现在便停下来 那我们市府 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 跟我们中央来争取说 让我们桃园的火车站 不管是临时站体也好 不管是兴建 什么都可以 让我们凤鸣火车站可以尽快的动工 绝对 绝对 不能够 让桃园在我们前面动工 我们是被他拖累的 这样子 会被骂 这个问题 是不是 请市长 回答一下 看 有没有一个 时间表 什么时候 会争取 可以这样子 市员 您讲的事情 我们感同身受 从立体化变成 高教化变成地教化 这过程当中 反反复复 那目前还是在中央 我会跟中央来反映 希望中央近视来核定 不管用哪一种方式 快做好更重要 那现在卡在中央的核定 我本来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也会利用机会 把这个案子 来请中央给我们协助 我会自己 去跟交通部 好好的做一个沟通 希望这个案子 尽速核定 就像您讲的 大家因您期待 你把我做出来就好 不管要用什么形式 我们大家要有这个车站 所以我希望 我跟市议员都是一样的态度 我去面对 跟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谢谢市长 那那个 桃园市长 郑文燦他 他坚持说要地下化 那桃园就可以地下化 那我希望说我们的 那个市长 侯市长 是不是也可以坚持 说我们 树林跟英哥铁路 可以地下化 像中央 像那个前瞻预算 争取经费 那我们树林 跟英哥也要地下化 树林以北都地下化了 那现在桃园 树林 英哥以南也要地下化 那独独就只有我们 树林跟英哥 没有地下化 是不是请市长 也可以跟 我们 中央来争取 这一部分 所以相信我们 苏前 议 议长 不是议长 院长 苏前 苏院长 现在我们的 呃 前 前市长 前市长 他可以 来支持我们 树林跟丁哥 可以铁路地下化 这样 谢谢苏议员 那这部分 我们已经 在做 研究评估可行性的地下化 我也希望 朝这个方向来走 但是我们 请专家把它评估完以后 我们即将来 跟在中央 在中央 郑文参市长 他说要地下化 就一定可以地下化 我相信我们的 侯市长 绝对不会输他 我来请教 郑市长 用什么方式 不过我是很诚意的 我们把中央先者 评估出来 来跟中央 希望中央支持我们地下化 因为地下化 其实要花更多的钱 但是我希望他们支持我们 那我们的 苏前县长 他还是我们 新北市的前县长 相信他 对我们 新北市会更加照顾 这个 再麻烦市长 射在市林 对市林地区也很关心 好 那下一张 那我们107年 有超增的税款 新北市这样子 那个 报纸上面是写红包 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得的 有个18.5亿元的 那个 那个 超增税款 那这一部分 请问一下市长 要怎么运用 那讲到这一部分 就讲到刚刚我们 那个也有议员提到 我们统筹分配款的问题 我们新北市 已经是 升格直辖市八年了 那这 这八年 八年里面 我们的统筹分配款 也都没有增加 它那个财化法 一直躺在中央 都不会过 那我们的统筹分配款 去年只有330亿 那台北市有437亿 可是我们的人口 是397万 台北市才267万 我们一样都是直辖市 为什么 我们的分配款 比人家少这么多 这个要麻烦 市长 再尽力 尽力去跟我们中央 要这个分配款的问题 谢谢市长 谢谢 请市长回答 没关系 这个我在行政院第一次宴会 就特别给大院长做报告 那希望财化法赶快 这个实际是超搜的啦 本来就是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超搜的部分 所以我要特别 那超搜这部分 市长有什么规划吗 这个 这个红包可以怎么样运用这样 这是一个插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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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下一张 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们市府 财政困难 那我们举债了1088亿 财政缺口也高达1661亿 不知道市长对这部分 要怎么改善 真的 我们这几年 我当市长一定要开言截流 财政内地 人心打拼 增弃更多的财税资源 或者更多的经济开发 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融 就是让我们的经济能够活络起来 我想只有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自己真的 不要乱花钱 真的不要乱花钱 因为这个旗在已经1088亿 谢谢市长 谢谢 陈世荣陈妍请 議长 胡市长 今天请你来就是针对前瞻的预算 那最主要 这个专案报告 我第一个 发觉真的不尊重议会 一个专案报告你的书面 才几个字 两页 还不满 所以说认为你对这个专案报告 根本来医会应付应付而已 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的前瞻预算 零元说 才请你来做这专案报告 这个不是说你五月说的 投票是十一二十四号 十一月初报纸还登零元说 这个根本就选举前的一个诈数 明明前这么多 下来你还说零元说 你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子讲 对不对 这个我说明一下好不好 这个不用说明了 刚刚说明很多的 所以说这个证明就是明明使用诈数 因为偏偏媒体后来是用瓜胡前瞻计划 我不是在讲那个 我是在讲7400亿的事情 好啦 那我针对今天的报告 你说108年度前瞻的预算计划 包括电付款的转正的总共是133亿7200万 那其中中央补助是71.8千万 我告诉你啦 你少漏了多少计划 前瞻计划 有没有少列 这是108年度的啊 对啊 那已经核定的啊 包括核定的啊 你都不讲 你只有108年度 有的进度你还没有到 到达那个阶段前就没有下来嘛 你要包括核定的 光赖金德院长10月17号 广大中俄土城树林县 第二阶段 核定555亿 你都没讲 光这个案就555亿啊 你还只讲70亿 好像欸前瞻预算 几千亿才给我们几十亿 好像很亏待我们新北市的样子 因为那个是核定的 这个部分你们要不要 向大会 因为进度还没到那里 抱歉 要不要跟大会说抱歉啊 因为那个是核定 我们是把108年度 他们现在进度给我们的 我来跟议员来做个报告嘛 对啦 万大二级齁 万大树林县的二级啊 这也是新兴计划 他不是延期性的计划 前瞻还不知道 刚刚核定 他是新的计划 你说都是以前 给我们都是以前的旧计划 只是把那个补助移到前瞻给我们 你们这样子讲真的 对中央齁 你将来怎么面对中央 不会啊 我在第一次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就当着行政院院也谢谢那院长啦 因为 人家是客气啦 不好意思指责你啦 你们还这样子 我是讲事实啊 因为 另外啦 另外一个啦 我刚刚听很多议员在讲 齁 你选举的开很多支票 现在都找苏院长兑现 你自己有什么作为你讲 我看喔 这样子干脆 叫苏院长来接新北市长就好了 谢谢 你看怎样 谢谢 我的建议 苏院长如果能够对我们 新北市 你自己都没作为什么 都推给中央 连补助假要也说 请中央来补助 那你有什么作为 如果没有作为 干脆苏院长来接新北市长就好了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中央给我们都帮忙 所以说我认为你们态度要去调整 你现在这种态度 搞意识形态 难力对抗 中央怎么支持你 各位跟议员报告一下 我个人从选举到下一集 我对院长都是尊重 那大家一起有不同的政见 那不同的政见 那不同的政见都是为新北市好 那我相信 院长也能够很清楚 那我很希望说 在下次的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我来跟院长再度提出 新北市需要哪些帮忙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 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 那个议长我剩下时间 给那个周雅领议 好不好 谢谢 恭喜侯市长 谢谢周议员 去年的11月24号 恭喜你脱颖而出 成为我们新北市的市长 那我相信未来的四年 本席也会跟市长 继续为我们新北市 继续打拼 那本席想请教市长 就情人治安计划 这些预算而言 有没有不足的部分 有我们新北市需要自筹的 我相信今天才是 今天专案报告的部分的重点 有 刚刚我特别报告 我们自筹的部分 我们自合部分有62.92亿吧 大概一半一半 大概都一半一半 何谓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的金额是多少 今天我相信侯市长 您站在这里 就要很明确的 针对前瞻的预算 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 刚刚看了这几张 寥寥无几的专案报告内容 我就强烈质疑 这次我们新北市府的 提供的这份资料 有伪造之余 本席在一省的过程当中 送了很多的前瞻计划 来给市长这边您 完全知之未提 所以这份资料 我强烈质疑 它有造假之余 有不实之余 市长今天是您的第一课 如果说所承报的议会的资料 就如此不实的情况之下 市长未来四年 您如何真心 本席就开始强烈质疑了 市长努力加油 一本初衷 谢谢 周议员 李王爷 李宴请 好 市长 今天听你这样说 真誓意要去中央 来拜访 投出这个经费 所以 有点是参加五个 我们要把八成 保理这些 没分政党 那么这个前瞻计划的一个议算 实质上 还是 认真 对我们新北市 其实是有开胎 那么我现在 均贪的街 跟交通局说 交通局 还在一年前的时候 我正初三重这个信誹公园 地下 一二三停车场 我请他 整月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要争取 前瞻计划的议算 但是很清楚 这两个月里面 在这个 今年都 100公佩 前瞻计划 计算 並沒有我們三中信義公園地下123停車場 那麼我不知道你討會得到不得到 但是我要求我們交通局長 現在幾月好之後用我們的停管基金 我常常跟主市長說我就要問你 我不敢收到中央去 那麼還有一點 剛才有很多議員拿去這個部分 其實這件事我說過很多次 我們確實這個財法法中央要修改 我們新北市最大的一個社區四百萬人口 那麼我們比台北市多一百三十萬人口 我們的統籌分配稅管就減一百零一力 我常常說中央就不用對我們新北市口平定就好 平定就好 我說這一百零一力回來了 我們新北市是首都的一個城市 小規模一定會做得最好 我說過這一百零一力回來了 六十五歲以上的阿公阿嬤 從娘進老金一年發了三萬塊 撞到兩歲到五歲的小朋友寶貝 當幼兒園你不用讓人要打公托或撕托 雖然我們政府有一個去公托 但是反不及其 那麼二歲到五歲的寶貝 每一個人一年可以十二萬放在他的家裡 每一個月就可以支付一萬塊 這社會福利是不是新北市最好呢 所以這一點今天聽著我們侯市長說 你要很成功去拜訪 我們議長和中央我相信 這個一定要清楚 絕對要修改 還是虧待了我們新北市 你看一年差一百零七零 半年就差多少 一些負責也可以行完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 我們侯市長一定要拿出你的生意 為了我們四百萬的靈靠 來學生 你說好不好 好謝謝李翁月娥議員 很關心我們路主和山林寶 所謂的事大的生活 尤其第二停車場 跟公園的批建 你都經出很多 這個新北公園 這個第二停車場 這個事情 我們北市田山計畫 在元月二十三號 要來做深測 我會跟高隆局長說 除了我出面的 我都會去給他拜託 希望及早核定給我們 所以我希望吃完二三 還有幾天而已 可以整個月 順序 可以讓我們 我們就快來批建 如果做不夠的 真的需要我們市政府來做的 我也不會說 日絕 該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但我希望他中間 跟我們疼痛一下 多疼一疼一下 所以這個事情我都要去講 所以我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好所以我拜託何市長 1月23號 能夠爭取我們新北公園 地下停車場的一個經費 如果沒吃 我就請高通局長 一定用我們的停管基金 要開始規劃了 好不好 我們有全力的去評估 把這個事情做好 好 謝謝 馬建議員請 好 市長還有各位市府同仁 恭喜你們 也期待你們 我們新北市原住民的族人 對我們新的市府團隊 有很大的期待 那在選舉過程中 我們侯市長 不斷地強調安居還有樂業 那我們可以發現我的家鄉 烏來區的族人 現在還沒有辦法 完全地安居樂業 前瞻計畫在我們新北市 有很多重大的建設 但是這些重大的建設 沒有辦法直接回饋 沒有辦法直接造福 我們新北市烏來區 跟都會區的族人 那我在這邊期許 市長還有市府同仁 在執行這個前瞻計畫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不要忘記 我們都會區族人的需求 謝謝議員 我跟馬議員做一個說明 前瞻計畫各項的內容裡面 我們希望多一些關懷弱勢 多一些讓就業的一些補助的方案 對一些族群能夠多層面 甚至有一些文化的傳承 也能夠用前瞻計畫給我們多鼓勵 感謝市長 因為上禮拜我到市府報告 有送給市長一本書 因為我希望市府的同仁 了解我們原住民的政策嚴格 所以在未來的市政方針 才能做對的判斷 市長請問您知道 我們全瞻計畫 在烏來區有什麼任何計畫嗎 烏來裡面的整個文化健康 周邊的一些設備設施 我們都已經在做了 比如說有一些殘障的坡道 道路的美觀 以及我們這個 整個不鏽鋼的這個鋪層 都會已經在爭取到這個預算裡面 不好意思市長 因為我們前瞻計畫 目前在烏來比較多族人所重視的 是無自來水地區的改善計畫 總經費是1.1億 那目前正在執行 當然我知道這個不是我們新北市主要的業務 是自來水公司 那烏來區又屬於我們的原住民自治區 但是它在我們新北市境內 所以服務的也是我們新北市的市民 我們不要把他們給忘了 那這個無自來水地區的改善計畫 其實在沒有這個之前 我們烏來颱風沒有水 夏天沒有水 就算有水也是髒的 我阿嬤都要自己上上去看水管 很累 所以前瞻計畫的政治問題 我們給它留在中央 回到新北市 它就是民生問題 可以嗎 市長 這個是我的目標 謝謝 跟我們族人期待的一樣 那106年的8月 我們中央就核定了計畫 無自來水地區的供水改善計畫 規定我們區民要繳交1萬塊的保證金 確保我們族人要有意願做這個管線 那規定過半數之後 這個工程才能施做 目前計畫有197戶 但是到現在為止大約只有30戶繳 達成率15% 1月31號就是繳交的期限了 那如果沒有達成這筆錢 我們跟中央爭取的可能就要收回去了 在烏來區內四個水池三個加壓站 也幾乎全部都要泡湯 烏來是水源的保護特定區 全區又是都市計畫法的管制區 我們可以問城鄉局長 我們這樣子的水源特定區 對其他區來說是更加的嚴苛 到現在50年了 目前我們的土地還是受到限制 那食物上農地不能耕作 土地沒辦法使用 造成發展有限 人才也外流 再沒有辦法用水 土地受限 人才外流 造成貧困 現在說告訴我的族人 我的區民 我要繳交一萬塊的保證金 但是我的族人光生活都是勉強度過的 要拿那一萬塊真的很困難啊 所以啊 我們不是沒有繳交的意願 而是我們族人沒有能力繳交出來 所以我請市長特別理解這一點 那第二呢就是說 我們雖然烏來有水源回饋基金 不過一年一個人不過是一萬塊 根本沒有辦法 我們領的 如果我們沒有受限 我們能夠得到的是更多的 那在這邊我能夠期許也建議市政府 我們是不是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能夠多加的琢磨 包含保證金 是不是能夠由市府來想想對策 不論是用預算的補助 先行的代電 或者是每一盒這個社會的資源 跟我們相關的公家機關來協調 我們來一起協助我們的原住民 還有烏來區民解決困境 讓烏來區的區民還有原住民 能夠真的安居勒也可以嗎市長 謝謝馬議員 最關心烏來所碰到兩個最重要的議題 那我也知道說 現在繳的這個一萬塊 來蓋這個住來水 那以後的水費可以把它抵回來 欸繳那一萬塊我爸爸要多種錦金香菇啊 那個很貴耶 如果碰到個案的困難度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想方法 剛剛你踢了幾個方法 我覺得都不錯啊 可以有沒有公益團體驗力 拿來暫時性的電界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大家可以來想個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謝謝市長 也謝謝你重視烏來 希望我們能夠一起為烏來 還有都會區的原住民能夠解決他的困境 讓所有我們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 能夠安居樂業 謝謝市長 也特別謝謝原住民局長 謝謝 謝謝馬議員 謝謝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 那個請市長 市長 今天我們兩個能夠站在這邊 都是經過激烈的選戰 所以我在這邊我也先恭賀你 未來的彈性真的很重 那我想我們不管你當市長 我當議員 我們既然接受民意的付托 經過激烈的選戰出來 我想我們都要認真看待每一件事情 包括我們今天連跟你質詢 專案報告 都要一大早來排隊 然後短短六分鐘 所以不管對你的任何一項施政的質詢 我都很認真在準備 但是市長 我們希望我們互相彼此都要拿出錢 誠意來 我今天看到 有關錢瞻基礎計畫 貴府啊 只有送一張 剛剛我們有先進說兩頁 事實上錯誤了 真正只有一頁 就這樣一面的這樣的一個錢瞻計畫 市長 坦白講 我認為 完全不受尊重 我跟你說 當然你日理萬機 可是我們當基層民意代表也很忙 昨天晚上多少尾牙托 多少通常要跑多少選民服務要做 我們還要協調黨內昨天 剛心出爐的一些委員會的事情 不跟黨團 我到最後我還不好意思 我說 我們針對明天前瞻計畫 黨團還是要整理一份資料 我們黨團啊 昨天 每幾個人力 洋洋灑灑準備了這樣子 至少七八頁的資料 市長 對比啊 貴府 光是在這邊 一級主管 二十九位坐在這邊 給我們一張前瞻計畫 這樣的錢 你知道要多少嗎 這樣的一張報告 要跟我要一百三十三億 市長 你覺得這樣有尊重議會嗎 謝謝議員 也許我們的資料沒有辦法達到議員的滿意度 那這個部分我回去會好好的再要求 我們怎麼樣做 讓議員能夠更滿意 市長 你知道嗎 前瞻計畫不是只有軌道建設 如果你沒有辦法 這麼多的幕僚群沒有辦法提供你資料 我告訴你 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城鄉建設 水環境建設 數位建設 食品安全建設 因應少子化友善空間 育兒建設 洋洋灑嫂我們黨團 不到兩三個人力 整理出來比你們還好 我實在是很敬佩我們黨團資源 這麼認真 但是我請問你 你們這麼多市府團隊 這樣要跟我要一百三十三億 我們今天如果角色兌換 市長 這一百三十三億你給得下去嗎 你怎麼對市民交代 一百三十億一張插 你就要通過 你就要背書 市長 你怎麼看 謝謝議員 如果我剛剛跟議員說一個說明 如果資料準備的沒有讓議員十分的滿意 我這邊回去我們會確實的要求再改進 那我希望說把那個內容能夠蓋更詳實更精細 市長那我就具體跟您講 我們希望要什麼 例如說我當然不要說 每一個議員說 全部整本或怎麼樣 那至少例如說我板橋議員 我們板橋 例如說我們有申請多少個前瞻計畫的項目 不管是停車場也好 不管是網路建設 防洪排水也好 你至少告訴我 我們申請了多少 未來我們希望 那個中央可以核准多少 那甚至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旁協助 透過我們相關的人脈關係 我們也來協助爭取 那另外現在的進度到哪裡 所以我們每天第一線的明帶到哪裡都問 欸 這樣說那第二營車場哪裡有要做沒有 每天被問 我們也需要最新的資訊 市長 所以我認為我要求這個不過分 拜託你們這些幕僚就會要做好 另外第二點 市長 我想其實這幾年 這個當然啦 我們當然希望要更多 其實我跟你立場一樣 我永遠都希望跟這個中央要更多錢給我們新北市 因為我站的立場是新北市議員 跟你站的這個新北市市長 坦白講這個立場還是有相同的地方 不是說完全不一樣 但是其實這幾年啦 中央光這兩年捷運補助我們超過300億 另外萬大二期的總經費也高達555億 那更不用講說今年度 這個中央也撥了這個70億的這個 包括加上地方的這個自行這個 分配的這個款項 總合大概有133億 我說常常我們台灣人說一句話 萬無無萬糗 我意思是說因為全台灣的規劃 你不要老是用政黨的思考去想嘛 怎麼可能中央執政會說 這個因為新北市是不同政黨執政 所以我就故意讓400萬的選民 討厭我民進黨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光是為了這個前瞻計畫 大家共同努力去爭取 但是市長 因為前瞻計畫 不是說一年就全部通過 因為貴黨的堅持啊 所以變成八年每一年要動支經費都要同意 我可不可以拜託你一件事情 你跟我講都是不分藍綠 好 每一次啊在審前瞻計畫的時候 貴黨的立法院同仁啊 要嘛就丟水 要嘛就丟麵粉 要嘛就丟雞蛋 只差沒有當場在做那個蛋餅而已啊 什麼招數都搞得出來敲鑼打鼓啦 市長我可不可以拜託你 可不可以用你的角色用你的身份 用你在國民黨內的份量 最重要的諸侯 你可不可以拜託現在國民黨的立委 未來審查前瞻預算的時候 不要再用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態度 不要再用杯葛的態度 請你表態立場 謝謝議員 其實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很多事大家要合作靜下心來 就一個案子討論一個案子 不需要動手動腳的啦 那有時候這些資源在分配上 難免大家不見得脫意性是公嘛 但起碼是 不練是平 但起碼是公嘛 所以我希望你具體跟你們吳主席喊話 我希望你具體跟吳敦義吳主席喊話 不要再惡意杯葛前瞻預算可不可以 我們希望大家都理性來探討這些事情 謝謝 好 謝謝 來 金瑞朗 金議員 不用 好想 哈囉 蛤 蛤 明明要給嗎 來 周勝凱 周議員 請 那 市長 因為 今天對於一個錢丹恩計劃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都誤會 因為我知道 中央一宣布錢丹計劃下來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你當初啊 已經 在編預算的時候 集宣布的時候 你已經 要參理選舉了 我知道 你對錢丹計劃也有些不了解 對不起 我記得 就像我們新埔國小的停車場 中校國小的停車場 包括博文所爭取的一個停車場 本來都是我們停管基金 來設計來規劃 規劃好以後呢 結果到中央呢 他要我們把這個 既有的規劃好的 用前瞻計劃的補入款 來補入我們既有的 所以這個 我相信你不知道 因為當初 在蓋的時候 在興建的時候 在爭取 在規劃設計畫報的時候 是用我們的停管基金啊 後來才 用前瞻計劃的錢把它塞進來 所以 我覺得這個前瞻計劃 是一個撒錢的計劃 但是這撒錢的計劃 它又有規定 我問交通局說 為什麼要把這個 既有的停管基金的錢 要用前瞻計劃把它塞進來 他說 前瞻計劃有時效性的 必須在年底要完成 或者自己必須在年底要開工 要花包完成 所以 才會把 原有的 我們自己有的 在做的 把它塞進來 說 我們已經花包在做了 所以 這樣的一個 一個經費啊 它本來是 可以說 給我們 再另外的建設 的一個 一個申請 但是 其實是不是 的 是要我們有 在年底 在今年底 都必須要花包完成 要動工的 所以 我們現在 所有的前瞻計劃 我相信 都是花包完成的 如果沒有了 都到十二月底 就全部 全部滾了 所以說 我認為 在今天的專案報告裡面 我相信 當初你說 這個 前幾議員 因為大家都可以講 我要給新北市更好 我要給新北市的人民更幸福 但是 錢從哪裡來 要怎麼幸福 要怎麼好 所以 我認為這個是 整個一個台灣的價值 跟整個台灣的問題 並不是在新北市 但是 對於前瞻計劃的 整個 預算的今天的專案 我說 本來就是要說明一下清楚 為什麼 有這筆錢 大家看報紙 看新聞都問題 很清楚 因為我相信媒體記者 對我們 這樣的一個 前瞻計劃的補入 中央的撒錢計劃 大家都非常清楚 新北市 400萬人口 而且是最大的一個城市 前瞻計劃來講 補入是最少的 而且在我們的 有限預算裡面 我們也要相對付的補入 並不是說 他的前瞻計劃 全部都是由他們來出 他們像這個 音樂工網停車廠才1億4千萬 但是我們花包就花包了3億多 所以不一樣啊 我們要出一半啊 所以 他只是把它塞一個名目下來而已 所以說整個一個前瞻計劃 我還看 剛剛講的 隨緩計劃 他隨緩計劃 計劃到哪裡去了 計劃到我們的 這個施紅道 最尾端的把那個 運喉裡面啊 運喉旁邊啊 圍翁運喉旁邊 整理的 整理一下 那也算前瞻計劃的一個 一個工程 所以說 有些地方啊 我相信前瞻計劃 給我們的時候 時間太緊迫 我們新北市 沒辦法接收啊 沒辦法吃啊 但是他又 給我們又有一個限制 限額的 限度的 所以我認為 在整個一個 這樣的一個報告裡面啊 剛剛講的 當然 你沒有把詳細的 補述在哪裡的 水環計劃 環保計劃 還有那個 又好津貼計劃 還有那個 所有的 軌道基金計劃 停車場計劃 你沒有把它 一項一項列出來 但是 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本席就跟所有的 這個一眼空人啊 都知道 這個前瞻計劃送大會 前瞻計劃送大會 討論 都知道有前瞻計劃 有的四千多 像在 社會企業有 在 我們民政企業有 我們這個計劃 八家的補入款 都有 但是 他給我們的 真的是一個 非常充斥 非常匆忙的一個計劃 就是 上面開好了 就要我們 拿出去 有效的成果 馬上看到成果的 把它拉進來 所以 整個計劃裡面 應該是這樣子 你說對不對 謝謝 謝謝周議員 對這個事情 很了解 那因為前瞻計劃 那時候 時間是比較急迫性 那時候 有一些已經在 進行的工程 他也可以來報 那我們即時來 有中央的匯助 我 違得結了說 不管多跟少 那中央 能夠即時來 給我們做一些補助 我都非常感謝 當然 我們站在新北市立場 希望越來越多越好 但是 如果 能夠 即時性給我們補助 像 停管基金 我們現在停管基金 是馬來西亞的 33億 這樣一個補助 多少都有一個成效 我希望說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 都沒有補助的 希望中央給我們重視 給我們越來越多 才能夠解決我們 新北市的問題 所以謝謝周議員 拿出來講 有夠感謝 感謝周議員 謝謝 我知道齁 我這個機器 借時間 時間 因為我知道 整個一個錢單計畫裡面 他當初規定在我們12月底 全部 要花包完成 才會給我們錢 如果沒有花包完成的 就沒辦法給我們錢 所以我們在整個一個 包括軌道基金 包括停車場 包括所有的一個 友好津貼 都是要 在12月底完成 所以說有的部分 是我們已經在做的部分 用篩進去的辦法 所以那個叫篩錢 所以我認為說 中央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 整個補入的話 應該提早用專案性的來補入 不要說 欸 我這個 停板基金做好了 我這個 收費做好 才用他們的錢來賺 這個成績 要怎麼算 我認為 並不是在搶功勞搶成績 因為是要建設更多的 讓人民有感的一個工作 所以錢當然是花到刀口上 我們新北市當然是基這個欠債 但是呢 我認為我們應該有發揮的空間 我也希望中央能夠 不要說 搞出一個像錢單計畫 這樣的一個出來 然後就用篩的 應該用一個非常正常管道 我們申報計畫上去 他給我們錢 這樣子 才是一個 正常的一個發展 你說對不對 謝謝議員 議員講的非常有道理 因為那時候時間比較急迫 那當然中央有中央來考量 我們都要給他尊重 那當然最好是有一些計畫性 比較完整性的 照正常程序來報 在審的過程當中 比較能夠多錢 我也希望說 我們在整個議會審查的時候 因為 我不管這個 蘇院長他講過什麼話 李正會提過什麼 證件 我覺得那個證件 證件完以後 個人是個人落實的 那蘇院長他當院長的 我們也很高興說 他當院長也希望他 他照顧賢北市 但是他做他個人的 我們做我們個人的 把他政府兩個一個 結合起來 不分黨派 我相信你是不分黨派的 謝謝 不分黨派的 我們就是先上了 我們就不分黨派 都是我們的人民 都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議會 不要在這裡分黨派 也希望執行面 也不要分黨派 讓我們人民有感 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講得很好 我也照做一個方式來做 其實建設沒有分任何一個黨派 我們大家好好做 謝謝周議員的提醒 謝謝 來我們繼續下去 我相信你現在第一次的備詢 我相信大家相當辛苦 而且說各個局處 大家戰爭津津津在準備一些資料 還要給一些議員 相信大家議員 都是為了市民 怕你不光初衷一樣 用同理性的態度 來對待民意的市民 跟民意的區 相信在29區裡面 目前的前瞻計畫 大家我相信 過期在主市長的時代 都可以在平均 分配下去 當然你現在秉除黨派 秉除黨派 你可以虛心的接受 可以進去中央 進去政策 過多的建設 這是我們市民 市民之福 當然我想說 這個前瞻計畫 這個不管在水利方面 還有停車場方面 我想說目前 在新北 這個停車場 目前大家是 市民有所期待 有所期待 但是我相信說 這個東西 市民這個前瞻計畫的補助 並沒有辦法滿足 我們新八市 所有每一區 一個區域的停車場 那我想說 是不是 在我們這有效的 規劃方面 是不是 我們來做 城鄉的 所謂的叫區域 的平衡 讓每一個鄉鎮 每一個區域裡面 大家停車場 有辦法 讓大家能享受到 我們中央政府 大家補助我們 各個六都裡面 所有全省 各個縣市裡面 大家的一個 都能語入均戰 相信我們現在 在中央裡面 我們現在景和運動場 我們在以現在來講 補助大概有1億9左右 在景和家和 家和停車場裡面有1億9 那我們這邊有2億4 總共有4億3 那這4億3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說 我們是不是 以現在 我們有位置有280位 100個機車停車位 那100個停車位來講的話 是不是 在更有效的提高容積 更有效的提高我們見比率 是不是 以這280位 難得有這個空地的時候 是不是更能 更能在1層2層 能再加深 我們的停車的需求呢 謝謝金議員 我也知道 今年很關心 中央停車 不足的需求 那剛好有前瞻計畫的補助 而且我們在用停管基金 再配合 再做這個停車場 那剛剛您講的 景和公園地下停車場的 這個工程 已經在施作當中 景和在規劃 500多個規劃 還在規劃當中 另外有一個是在施作的是 加合 加合在施作 現在加合在施作 要再改 可能困難度比較高 景和這個地下停車場 現在在規劃當中 我想我們能夠更多的量 來解決的問題 我會請我們停管處 再好好評估一下 謝謝市長 我相信說 好的政見 一定要落實在每個人生活當中 我相信 希望說市長 你用同理性的態度 來對待每個市民 硬要這樣做 幫我們一起努力 好不好 謝謝金議員 謝謝 謝謝 我想 首先要恭喜我們侯市長 謝謝 我想剛剛我們今天很多同仁 就要談到這個前瞻計畫 也有提到 給我們議會的資料 有列選一些簡單 我想我們每一個議員 都會關心他自己選區的這些 有關於前瞻計畫 所補助的這些 大型的建設也好 任何的建設 市長 我還是一樣的一句話 站在比較公平的立場 我也希望你 以後到行政院的時候 一定要大力來爭取 這個前瞻計畫的所有預算 但是我想 很多議員講的並沒有錯 應該把這些資料列得更詳細 我從我手上的資料 今天在做業務報告的資料上面 看不出 有任何對地方上的 一些小型的 所有的前瞻計畫補助 到底是列在第一期 第二期 甚至有第三期 我們都沒有辦法 從你的預算上面來看出來 所以我也希望要求各級處 齁 你在 我們將行政院爭取前瞻計畫 所有的計畫裡面 你把它分級處 或甚至 已經核准了沒有 到底多少錢 這些名稱 跟議帥跟年度 這些計畫裡面 應該一併清楚 是 這樣可以 展現出 我們新的市府團隊 是認真的 是有效率的 可以 讓府會 能更清楚的了解 我們市長 市府團隊 到底要做些哪些東西 不要讓外界來誤解 我想 這樣更可以 以後 我們府會 再做任何的 這個建設 我們來共同努力 這樣會更有效的 來解決我們 手上的這些資料 讓我們更有機會來要求 也可以讓每個議員 在每一個選區裡面 自己 所爭取到的 這些 預算 市府到底在前瞻計畫裡面 有沒有努力過 我想這個 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的才對 是不是也可以請 何市長 來做一些報告 謝謝蔡議員 你剛才各位 我都細心接受 我感覺更清楚 讓議員更了解 我們現在進度夠對 未來要進出 是什麼 有的要不變 要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都讓議員 各村民的了解 我覺得用這種態度 去面對議會 這才是對的 所以今天如果資料 沒有那麼樣的桌前 我會要求 下次我們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我也讓 以後 我不要說以後 今天會議完結束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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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議員要想了解 我都願意把這相關的資訊 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讓大家更清楚 所以我跟大家說 這個我們會更清楚 沒有 因為我剛才也有找我們府會聯絡交通局的人 我想 我想得到的這些資料 也是跟我們金慧龍議員 或是很多議員講的都一樣 對 每一個議員都有他選區自己的壓力 所提出的建設 到底現在進度在哪裡 我們一無所知 應該也讓議員知道 然後哪天 我到 對我到三重去 不用 你只要到議會送給每一個議員 你到底前面 沒有 我如果說去三點多 如果要跟工程做到什麼地方 來個第三期在爭取 我們也讓議員到現在去看一看 我們一起努力 那我們大家有個人的關係 尤其我們社區也有立委 也可以拜託立委幫我們做爭取 所以我也想在這邊 也感謝市長的回答 我是說 你我們是要做事情就好 不管聯合的政黨 也沒有什麼 什麼在選舉的議員都好 都沒有關係 現在我們都是要一起打拚 所以我也 全議要求 我請議長 你要 請市府 把所有的前瞻計畫 已經核准 還沒有核准的 依據爭取的 所有資料都要給議員 好不好 可以嗎 市長可以嗎 可以啊 這個大家可以喔 請議長裁決好不好 可以啊 主席裁決一下 請市府照辦 謝謝 多少時間啊 我問市政府發言多久 可以整理出來 沒關係啊 時間是市政府的嘛 我這幾天就給大家了嘛 沒有啊 所有的詳細資料啊 有嗎 這幾天我要把他消息資料給大家 多少天啊 一個禮拜夠不夠 夠啦 夠啦齁 那就請議長裁決好不好 一個禮拜內 把我們已經 核准的 核准的 現在第2個 第3個 要怎麼算的 名稱嘛 預算嘛 應該啦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好 我換那個黃桂蘭 好 看一眼 麥克風 我們那個 盧州環狀縣 捷運環狀縣 都沒有看到動靜 我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有納入前瞻計畫的經費 那我想知道說 為什麼唯獨 只有我們的那個環狀縣的部分 唯獨我們三重這一帶都沒有動靜 沒有啦 北環有啦 比我們剛才先評估剛剛核定 中規 中規 中規有沒有 已經到中規了 我記得這幾天好像中規剛剛通過 所以沒有問題啦 而且這個 現在就好有核定 有便利算已經核定了 那他的 他現在是便利來賣錢的 他好像便設計規劃 你得來賣錢 那經費都有著落了 有有有 剛開始設計規劃會 中規 對啊他這個是 是前瞻計畫的經費嗎 對 前瞻計畫 剛剛核定 剛剛核定 但是他的預算是編在台北市啦 當然我們也有 有出了兩千四百萬 所以這條對 我們路舊這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這北環 那算北環 你也很關心 很關心 有啦 我剛才有說核定了 所以我剛剛問他已經 已經確定 將他們確定核定 中規劃 這要報個行政院就好了 這樣是好消息啦 是好消息 那算是市長認真啦 是 謝謝 那我現在知道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核定後會設計 核定以後大概設計規劃要兩年吧 設計要兩年吧 設計要兩年吧 設計要兩年 兩年以後才施工 然後完成 這次施工大概兩年以後了 你們的議計完成是在什麼時候 兩年核定要開始施工 施工之後可有九年半施工完成嘛 加加的可能還要再一年半吧 九年半 九年半 合定後以後九年半 合定後 那就兩年後 兩年後 還是已經核定了嗎 一定核定了嘛 對不對 你現在是衝計畫 合定完以後設計兩年 然後那時候就斷工施工 施工七年 七年半才九年半 目前是幾月九年半 你基金合定了嗎 現在只設計而已 現在是交通部合定要補行政院 行政院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 他只要合定以後 我們開始設計 設計兩年以後我們就動工 動工以後一計七年半完工 所以九年半 那個預算總共多少 一千多少以後 那一千三左右吧 大概啦 因為我要再詳細看 他整個合定下來的數目 好 那這樣市長 是不是把這個整個資料 好 我把那個資料順給 對 我接著包括盧桌的議員 山盧的議員 我們都給他們一份 我覺得這真好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北環縣 未來的是什麼一個作法 是怎麼樣一個規劃 好不好 對啊 我是先說這個有前瞻計畫 那這個剛好有這個 這個環狀捷運線 大家也很期待 是 唯獨那個我們盧洲這一塊 都還沒有 沒有看到下文 我看 那個環狀線都已經 都快要完成了嘛 對 環狀線 很多階段都有 第一期 第一期都已經差不多了 第一期今年要通車了 對啊 對 這個算是那個 那我們這算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你那第二階段 我們就對有共產的延期 要扭過 對 扭過到你們的市委總是那邊 這還扭到來 對 希望市長要重視 對啦 因為這個 這個其實會 這個希望我再有任意 可以一天開始一直做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 南環跟北環我都覺得很重要 不是跟北環而已 我們南環也一定要做 南環也一定要做 南環也記得也是合定的 也是一起的嘛 一起一起報的嘛 所以我們兩個希望 同時能同時進行 同時動工 一樣高利堡也完成 所以我相信 幾個都是新店大溫山地區的議員 很關心嘛 所以這也剛剛合定 合定而已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一起齊頭並進 特別是要去跟東京一起做 一定要快做 對 這個部分 市長要拜託我加油 好 不用拜託我做 不用拜託我做 來 市長請回 這個 我們先休息 好 好 休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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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劉遠請 有請市長 來 市長請 來 市長請 市長我非常關心一個案子 就是我們碧潭東岸 腳踏車步道 延伸到新路這個工程 市長我想您非常清楚 因為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去開天工 特別來帶你去看了一下 是 那這個腳踏車步道 現在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 那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NGO團體一直 在文資這方面 一直有意見 所以我們請一下文化局長 跟我們水利局長 那這個也是前瞻計畫的一個部分 總共1.6億 那現在整個工程大概是95% 剩下5%的工程就是因為 NGO團體他認為說 這個工程會影響到古蹟 可是我也跟市長說明一下 市長你很清楚 你也去看過 那古蹟是必須要經過開天工 才有辦法下去的 他跟腳踏車步道 基本上是不搭軋對不對 對 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嘛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要特別拜託市長 就是文化局這個部分 你們要硬起來 真的要硬起來 不要因為他們的一些意見 然後就陷入 陷入他們這個泥造 沒有辦法脫困 因為這個東西是大家期待 不僅是對我們新店的觀光好 而且對周邊區民的交通便利性 增加很多 所以市長這個部分 我真的要拜託一下 水利局我知道非常認真在做 雖然這個有很多的阻撓 可是該做還是先做 那現在就剩下最後這5%的部分 我要拜託市長 一定要特別請文化局硬起來 好不好 這樣子 這個議員 真的非常謝謝您 當天帶著我去看 那個自行車步道如果做起來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沿著屋來往上走 更美 其實我很感動 所以我們水利局也積極的回應 把這個工程把它做好 當然碰到 您帶我去看的那個地下古道那個 那個叫做飲水石槍 飲水石槍 飲水石槍 那很難弄 那當然您也剛剛提到說 5%的這些碰到 應該算是古蹟吧 古蹟我們當然要保護它 可是現在是這個古蹟基本上已經 這個都貪奔了 那時候我們公主也有講 我們有去看 對她說不要再進去 再進去 會有危險 再進去不行 我們看再進去不行 其實那是沒有開放的 對 所以我們對旁邊走 沒有影響嘛 沒有影響啦 所以我這部分的話 我會拜託文化局長 和這些委員都溝通 好不好 還有一些小事情 要不要文化局給你回應 因為我想文化局長 他才剛來 他可能不瞭解這個案子 我哪天請文化局長去看一下 好不好 OK 這拜託一下 去看一下 因為你去給他看一下 因為那個也蠻有意思的 當然那個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一個腦洞 但是已經沒有在用了 沒有在用 我就圍起來 我也是第一次開眼界 我說那個蠻有意思的 對啊 但是那裡其實可以 規劃 自行車間觀光 或者這邊準備不要去破壞谷基 或者在谷基能夠維護 底下能夠兩者之間併存 沒錯 這件事情 就拜託市長 好不好 好 他 他會請一些警官背景人 加入去 好好溝通跟評估這個事情 OK 好 謝謝 另外一個案子 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您的態度 就是這個 針對失業勞工子女 就學費用補助 比照軍公交待遇 我想這個案子 在之前有很多議員提 包含周盛考議員 這已經大概兩三年了 但是我們市政府 一直都沒有一個態度 那市長 您對於這個案子了解嗎 我了解啊 因為 在我當副市長的時候 好幾個議員提了 我印象好像何博恩議員也提過 好多議員提過 對 非常多議員都提過 很多議員也提過 對 那當時我提的 那時候我是副市長 我也回應過 因為當時 你現在是市長 對 我當副市長 我曾經回應過這個議題 因為當時只有台北市跟新北市 做事業勞工教育主理的補助會 只是沒有比照工人員 跟勞動部的差額 把它補照起來 對 那這個部分當時說 只有台北跟雙北 這兩個地方 新北在補助 市長您的態度呢 其實我上位以來提這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在議會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那好像也做出一個附帶結議 那我其實我是很難去面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如果在現階段勞工 這個勞工的薪資不是很高 失業狀況 我是 欸 陳明議員 市長 那個 剛剛的答覆如果後面還有 我們在前面 有有有 我把這個議題答覆完 不是 晚上30秒鐘 我恩市長報告一下 因為這一分鐘借給我很寶貴 現在我們在談前瞻對不對 前瞻是賴院長編的預算 然後過去朱市長爭取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多多少少一些選舉位 可是我們都希望新北市好 所以任何一塊錢都要去爭取 我在這邊要求 嚴考會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這一次跟侯市長選舉的 這個我們的蘇院長 現在的蘇院長 他當時選舉 開出來的支票 他的影片 他的影音圖文檔 通通幫我收集齊全 我們要再跟院長去爭取 他選舉過程中 開出來所有的支票 就像 今天市長在說 當初的前瞻 其實我跟賴院長討論過 只給我們一趴 他也不否認 所以這是說法的問題 不是做法的問題 是不是市長 請嚴考會給我們這樣的資料 你沒辦法去行政院吵架 他是你的長官 我們可以去吵架 把這些資料準備給我們 謝謝 我們不用吵架 我們只是把院長 他曾經提出的證件 我們希望院長給我們 多多鼓勵 多多支持 希望他落實 那請嚴考把所有的影音圖文的證件內容 所有的建設 他的期望 他的願景 通通整理出來 好不好 謝謝 是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市長 本期在這裡 你也知道我要問什麼問題 這個市長猜得到嗎 市民縣 對 但是在市民縣之前 我是想跟市長詢問一下 市長這個月總共到汐止去了幾趟 去哪裡 去我們市集啊 你不是有去我們市集 有 去兩三招吧 對 是為了什麼 就交通啊 對啊 市長可不可以講一下 去了兩趟的心得 我感覺對市集的 市民不太公平 真的 我們要好好 改善汐止的交通 那時候 上班時間 7點到8點 真的就塞車 塞個一二十分鐘 就在一個瓶頸路段 萬一發生車的話 那更麻煩 是 所以其實我能夠感同順受 真的 對十幾年不公平 要好好改善 本市很感謝 市長上任 一個月內就去了兩趟我們汐止 針對交通的問題 那本市在這裡 想要提醒市長就是說 其實市長可以再選一天的拜運 最好是下著綿綿的細雨 或是連續起放完假的第一天 那個真的是我們汐止上班族的崩潰日 那1月3號那一天呢 因為連續的12期的車禍 造成整個汐止交通的癱瘓 那本市那天也塞在車陣當中 所以呢更能感受到這個上班族的埋怨 那在汐止的網路上呢 大家都說 侯友宜下台 侯友宜下台 我就在想說 如果侯友宜下台 可以解決汐止的交通 本市在這裡一定第一個叫你下台 但是呢 汐止市民們更希望解決的是怎麼樣呢 能夠這個真正的解決上班族心中的痛 那所以市長在1月4號還有1月14號 曾經二度的到我們汐止 來去做這個交通的勘察 那所以我希望1月3號那一天呢 交通的大癱瘓這個悲劇呢 可以透過各界各界的關心呢 真正看到我們汐止的交通 真的已經面臨到一個癱瘓的狀態 重症啦 所以希望有權力的人 在手中又握有權力的人 不論是新北市政府或是現在的中央 大家在對藍綠政治非常厭惡的時候 真的可以來這個正視交通問題 好好的苦民所苦啦 當然今天有議員同仁在網路上說 藍營有總動員就是為了來護航 本席當了十幾年的議員 我覺得所有的執政能夠繼續來執政 絕對不是靠黨籍議員的護航 其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四年很快就過去了 本席在這裡期許我們的侯友宜市長 在選舉的時候你告訴大家 你要遷起我們的好日子 本席也相信侯友宜市長有這個魄力 可以遷起我們汐止市民的好日子 那市長是不是可以在兩件事情上面 包括康寧街的這個雜道引道 我覺得如果那一天沒有這麼癱瘓 中央可能還看不到我們需要這個雜道的便利性 所以呢真的是老天有眼 我真正都在那裡想 那天如果沒有十二期的車禍 佔了這麼多新聞版面 我相信沒有這個沒有機會 那天沒有機會來這個有條件的通過 我們這個雜道的這個可行性評估 那這個報告你們給了我 告訴本席說五年一五年 會做好就是如果順利的話 那我也相信如果大家努力的話 尤其是現在是我們曾經任 就擔任我們台北縣長的蘇院長 擔任我們的縣長 那相信他對我們新北市是特別有感情的 也相信以侯友宜市長的這個身段呢 我相信你會好好跟中央溝通吧 我待會兒給白議員報告 謝謝白議員 很關心我們是不是所有的民生問題 有去交通 就有市校後來碰到白議員好幾次 白議員都死了 一直關心這個事情 我在行政院院會的時候 到第二次我就提了一個 繫紙交通解決方案 那行政案其實我謝謝中央也很快的 把這條有條件的通過 因為大概要花五年的時間 因為涉及到漳江大橋的一些工程 甚至我也拜託他說康寧路的闊關南下 達到這個問題要經改革的問題 他也說希望我們可以配合 我一定全力配合 包括土地的這些問題 謝謝市長 這我會去做 我也感謝議員 你真的很關心這個事情 我會好好把這個事情做成 還有一件事 是市紙捷運民生線的問題 現在台北市的環評也都通過了 像五十幾秒鐘你要來 本來只是要提醒我們市長 市紙所遇到的問題 都是跨縣市的問題 所以民生細紙線一定要跟柯文哲市長 好好好好的來溝通 雙北一起聯合來解決內湖南港 以及細紙的交通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在市長四年 因為這個捷運民生線要九年 包括清國也要九年 前瞻建設裡面 確實沒有把民生細紙線納入 這不是嗎 八字還沒一撇的建設 多的都是納入了 所以這裡沒有政治的盤算 我覺得真的是不可能 但是沒關係 前瞻建設沒有就沒有了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未來 過去就過去了 從今天大家重新做人好不好 好 是不是大家把民生細紙線 還有國道一號細紙交流道的 這個路口這個閘道 在侯市長那內 能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跟這個確定的讓民眾有感好不好 好 我就是吳朗議員作為大家的發表 把這個事情開關 謝謝大家 謝謝議員 好 謝謝大家好 那可不可以有一個醫事人員來幫我一個忙一下 可以來我旁邊嗎 謝謝 大家講這麼久可能有點口乾舌燥 我這裡會蘋果吸打好不好 幫我拿給謝正達副市長好不好 謝正達副市長 我們走快一點時間過得蠻快的 謝正達副市長 好那我們也不能偏心啦 我們市長也沒有東西 可不可以幫我把市長的水平拿給我一下 我幫他換一下 市長的水平 水平 水平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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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拿給我就好 拿給我就好 好 好不好 那我們不能偏心 我們要給市長一個喝的好不好 我們給市長一個礦泉水好不好 謝謝 你給我啊 那還我 謝謝 一瓶礦泉給市長 市長會不會覺得好像有一點不公平這樣子 我不知道咧 我在想不 這個是比較小瓶啦 比較小瓶 市長喝的比較好啦 那其實當然只是一瓶飲料的話 那可能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如果當我們今天是一個 擔任一個新北市的市長 當中央給了一個其他縣市 像我們蘋果西達這麼好的飲料 當只給我們新北市 給了你一瓶礦泉水 還把原來的礦泉水拿過來 這樣子身為一個新北市的市長 我希望身為新北市市長 您應該有您的責任跟義務 來跟我們的中央政府來反應 來為我們的新北市的市民抱不平 針對我們中央前瞻預算 所短缺給我們新北市政府的部分 那其實蘇院長在我們這個 選舉的時間也來過我們戲子 然後也有談到前瞻的部分 他特別有提到兩項 一個就是我們的軌道建設 那另外一個就是水環境的建設 他有提到 如果說他當市長之後 會極力的幫我們新北市 我們戲子區 爭取這兩項前瞻運算 那當然軌道建設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戲子民生線 那所以說我希望我們的新北市市長 能夠這個也順著我們 算順著我們這個蘇院長他的一個 大家一起的一個目標 因為我們三萬三線 在朱立倫市長任內曾經也有 跟在議會跟我們公開的有說 跟戲子市民說不好意思嘛 那希望我們的戲子民生線 能夠盡快的推動 那希望我們的侯市長在這個院會的時候 能夠替我們在戲子民生線 這個部分 那跟蘇院長來極力的來爭取 那當然在核定之前 我希望說有許多的一些前置的作業 包括我們新北市戲子區這邊 同心路還有新社會小都已經做好了 那是我們的吉林界以及福德山路 這一個部分能夠先做的 希望我們市府能夠先做 等到核定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來縮短我們的騎乘 那包括我們現在這個 同心路要穿越高速公路 到我們的民風街康寧街 那這部分 其實現在因為那邊是公設保留地 所以都是做停車場的使用 那到時候等到這條路開過去的時候 那這些車子那勢必 就會造成當地的一些停車的問題啦 那剛好現在 現在也有許多次補助停車場的興建 那我希望我們的新北市政府能夠 因應這一個地方道路的建設 提早來因應我們停車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我們的水環境的這個 資源的一個前山建設 我們戲子是一個 大家講想到水就會想到戲子 這是可能過去大家的刻板印象 那在過去會淹水的時候是劣勢 那現在治水已經有一些成績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這個多水變成一個優勢 我們希望我們新北市政府也能跟中央 來爭取更多的水資源環境建設 包括我們的基隆河 還有我們許多的小的溪流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這個排水的渠道 過去都是因為為了防範淹水 所以它可能只有一個排水的功能 它並沒有一個這個清水的功能 在這部分也要麻煩市長 再跟我們蘇院長來多多的來爭取反應 那另外這個周議員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前站的預算其實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改 所以說市府在這個爭取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並沒有通盤的考量 但如果說只是人行道或者是道路這些鋪設 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就像可能一個個案 我不知道其他去有沒有這個問題 就像我們的金山區衛生所要改建的時候 我們當然像中央證取預算這個很棒 我們要給市府這個團隊鼓勵爭取到了 但是旁邊一個市長在 當然副長任內應該也知道 我們都市計劃它的土地不應該是零稅的 我們在這個衛生所旁邊 就有一個很老舊的一個環保局的這個鐵皮屋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衛生局已經做好了之後 因為當初在申請的時候沒有通行考量 那到時候做好了之後 我們要整病的時候 就會變成說在都市計劃上面 就不是那麼的完整 我這希望我們市政府將來在申請這個中央預算的時候 能夠跨局處能夠協調的 我們盡量把它協調好 不要說爭取到了預算 那反而讓地方來質疑說 我們的這個預算的使用 可能沒有這個考量的那麼精確 以上一些事項 麻煩我們市長協助我們 我的選區的選民謝謝 謝謝廖議員 所提了幾件寶貴意見 我會請你來做法委 希望我有機會 能夠在行政院院議會裡外能夠累積 因為我很擔心說 市院長上來我們六都 就沒有辦法在行政院院議會累積來爭取 相關的對我們新北市對台灣 比較好的重大建設 所以我要拜託 不管在哪一個黨派 我們都是為地方來共同來做事 所以中央跟地方一定要攜手合作 剛剛您講的其他的幾件事情 我會責成我們各單位來通力合作來協調 事前把那個配套做好 包括停車場 包括你剛剛講的衛生局 有些房屋要拆的地幕不符合的問題 我們只要去把它做一個解決 所以特別謝謝廖議員 謝謝 議長 市長 副市長 各級處首長 我們一言同仁 以及我們的媒體先進 首先真的是感謝我們的朱立倫市府團隊 以及侯市長的團隊 真的我們真的是很認真跟打拚 前瞻計畫可以說是我們這個行政院 跟我們的小英政府 這106年2月份提出來 他剛才提出來的時候短短的 這4月數號就要截止搜建 所以說在我們在4月份 我們收到這個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積極去辦理 可以說我們的市府 跟我們的議員 可以說全體動起來 來爭取這些預算 不真的是剛開始他編列的預算 真的是可以說我們獨厚中南部 他獨切新北市 他編列的預算當中 可以說為我們的捷運三陰線 淡海輕軌及安坑的輕軌計畫 我們行政於這102年到104年之間 就已經陸陸續續都有在編列這個預算 結果他把我們這叫做納入前瞻計畫 我們的條法都做好了 他說叫做前瞻計畫 其實就是我們真的是對我們新北市很不公平 但是經過我們的新北市政府 跟我們的議會 跟大家共同老年 這樣一直去把議員計畫 所以說我們知道 有現在今天的報告當中 雖然沒有萬一 但是我們還可以一步一步再再來加強 再再來爭取 這感謝我們的市長的團隊 市長你現在正任 你有什麼 這四年當中你有什麼要做的 要推動的 這個特別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其實也非常關心 我們土宿三陰地區的建設 跟他講幾星期 三陰線萬大中和士林線 所以這個事情我都會請你以後幫他做好 當然新北市未來要做的 我們要在既有的基礎 請問我們現在三萬三十 這個要報案幾五十幾 而且現在的供期剛好是在 供期大概是這六年量現在是最大的 我們要不斷的在速度上 在安全上把它做得更好 那一條線 要讓讓慢慢的趕快讓他恢復 更重要的 其實我一直給大家議員報告 我在政見所提出來的都更三件 我一定會前以後 排除所有萬難 最近中央也修了都更法 我們搭配中央修的都更法 讓民眾有感的改變城市 要從我們的都市景觀來做建設的話 是真的是用都市三件TOD的觀念去改變 這是我最想做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投票的政見 包括還有很多 不管是環境的問題 交通問題 包括安全的科技環圍成的問題 我都會直向直向來落實 甚至包括蘇院長所提出來的很好的政見 我都會把它納到這裡面來 共同希望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都看到蘇院長當院長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了解新北市 知道新北市的需要 我只要用共同的想法 跟他攜手合作 我相信新北市一定會更不一樣 但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行政院院會 我以後有沒有機會去練習 這個是我比較擔心的 如果我沒有辦法練習 我在這邊講半天偶爾也沒有用 我希望行政院院會還是讓我有機會去練習 去說話 來跟蘇院長一起共同努力 為台灣做事 為新北市做事 是 非常感謝我們市長 其實市長你剛才說的這些政見 要去推動 其實有它辛苦的地方 尤其是都根的三支建 真的很辛苦 我們現在繼續努力下去做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市民的目標 有關於我們的軌道基金 我們的萬大樹林縣 不然我們奧市已經開始做這個 大樹架圍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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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幾個站的位置上面 都沒有編列的很好的 像說LG-09 LG-10 集長不用過來 我講一講就好了 像我而已 LG-09 LG-10 LG-11 LG-12 在站體的位置上面 其實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對這些可能地方上不太熟悉 邊的位置上 可能要再 我有建議我們再做一個調整 跟我們下去處理 好 這我一定責成捷運局 一定讓我們台北捷運局好好講 對 你不一定對我們了解 對 我們地方的領域代表 最了解需要在對達 對 所以一定尊重我們的意見 不可以說 他們想要怎麼做 所以才當年設計 有兩個秩序口同一個方向 是 所以那都不能再發生 是 所以說台北市捷運局 在我們新北市境內 有好幾條的路線 也好幾個車站在 不然台北市 他都鼓勵了這個弱勢 尤其是行動不方便的 他都會做電扶梯 他們做這個改善的動作在 但是我們新北市 我也拿出來 先用海山捷運站 來做一個示範在 結果他就是 孩子本位主義 一直去顧台北市 跟我們新北市 好像是歐電的市民 所以說 只要願望市長 在這方面跟我們 各個市政府 多多的溝通跟協調 跟 油管我們這個 鳳鳴的車站 其實說很久了 這個部分 可以說是 我們英國車頭和 土層車頭 是八點多公里 是可以說 距離最長的 這陣子 我們預計是 以目前 土層市政府做主政 於二零二零二八年 完工 其實可以在這段時間 來做檢疫車站 先做一個車站 可以停車 給他們各的民眾 一個方便 這個地方 拜託我們 不要這樣說 大家共同努力 我也跟土層和中央來講 大家共同努力 謝謝黃議員 謝謝 謝謝 你們四個共同24分鐘 我們 我們本黨的議員 共用這24分鐘 那我們請 所謂議員先發言 歡迎 所謂議員請 感謝我們 總共七百人 一人說兩句 這幾個播 終於等到現在 有機會 向我們的新任市長 來請議一下 以前 種種就譬如昨日死 過去的 我不想跟你說 我現在要跟你說未來 因為剛剛聽了這麼多同仁 在這裡 跟您請議當中 我們都聽不懂 到底前瞻計畫 當初是 主持長的時代 是怎麼申請的 因為我相信 中央 要計畫給人 要錢給人的時候 一定都是計畫性補助 我相信 無論你在哪一個 哪一個 層級的時候 都應該收工 無論哪一個時代的政府 也是都收工 所以 不會說 只有給我們新北市的時間 特別的短 應該是收工 台灣頭 台灣尾 甚至 那個朋友 金門媽祖 應該是都收工的 這不是重點 重點 那我是要問說 到底 我們當初是 這問你 實在說 沒意思 問你說 我們的前瞻計畫 跟一般計畫 我們是怎麼去 去那個 劃分的 因為 我剛才聽你問 那個 不是你問 做議員 在你問的時候 我覺得 他在說的時候 這個過程 稍微看 有電腦病 我很怕 會誤導到 這個民眾 那這個 因為也是 前任的事情 我問你 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現在要問你是 108年的前瞻預算 市長也不要 100空白年當中 現主席看到 都是你們在說 很延續性的 或是說 已經協準的 溫和樂愛 都有變 我現在 只問你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實在 要厚落你 你的態度 比主持長 很流軟 很低調 有可能 因為你是 治安專家 你不是像主持長說 他是財政專家 所以 他那裡 專業的傲慢 在你身上 我是沒有看到 我很慶幸 所以 我直接跟你請教 第一就是說 不敢 剛才陳士隆 很清楚 陳議員 這都 這都 跟我爬老的 他有跟你問說 已經 確定的 去年核定的 這555億 533老 535 你們的數字都不一樣 我不知道 懷疑 我就看不見這個數字 555也好 513也好 你知道嗎 不論政府沒有 我們 新北市政府 還是任何政府 白吃的午餐 說都把我們全額補助 那很少的 在那 你 你 你 把你的老中間 把他 看這個機會 如果沒有都有一定的標準 就是其中有50% 我們必須得自仇 對不對 我們要編列相對的 剩一半 對啦 一半年而已 所以 555億 或是517億的一半 要有250億 請問你要編在哪裡 頭一個問題 以後每年的年度 他這不是一半編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跟我說 你要編在哪裡 當時要編 你太好嗎 其實我按照他現在的進度 一年一年來 現在的施工企業 大概都有七八年以下 所以 所以這個意思是 用一百公佩年 沒有編 一百公佩年 有啊 有啊 有的是 555億 沒有沒有沒有 你編的是過去的 你不能在那裡說 你在那裡說 來來來 我有編那個 抱歉 這是我跟市長兩個阿求 我只要問那兩個問題而已 你 你可以稍微睡一下 你坐 我不是要給他客氣 因為台東真好 我要的是態度 我剛才有講 他沒有那麼傲慢 所以我願意 很誠意 過去我都不想問了 我只是問你一百公佩年 你不會扶喔 現主席進入到裡頭的 預算裡面 是沒有這一條 請問 你是要為一百公佩年 他才要編 不是 我給他去揮補一下 對 那一百公佩年 我有編一個延續性的 軌道建設計畫 22億 22億 市長先生 市長代理人 200多億 你編20多億要出四人 沒有啦 我剛才問你是要怎麼編 我剛才問你是要怎麼編 你是要 你逐年你要分幾年 你說 我就有可能 我會像小英這樣 跟我說四年就好結束了 我有八年 我要分八年 你可以這樣跟我說 或是說萬一 你如果進行你的速度有這麼快 我就要問你第二的問題 你們這個主持長 我們這樣有 頭一年第二年到最多年 我都會問 像他最初 沒有在辦 對加減醫生 請就問 好市長 你將來會辦 對加減醫生嗎 因為我要換整個狀況 目前如果大家 在整個年度預算 能夠解決 不要再學那個Dora 搞個電付款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idea就對了 沒關係 我給你四年的時間 我每一年都要問你 好不好 因為我時間到了 謝謝王議員 謝謝 謝謝王議員 我們都知道 市長呢 你過去有擔任這個 副市長的這個工作 也有掌管我們這個 社會局的一些業務 所以你應該對於108年 社會局申請前瞻計畫 有一個這個計畫案 叫做少子化有善育兒空間建設 建構0到2歲 兒童社區公共托育的這個計畫 應該非常了解 那這個計畫案裡面呢 他卻只有針對 所謂的開辦費用跟營運費用 有所計畫 也就是硬體的啦 但是呢 最近發生很多這個 兒童安全方面的問題 我相信有關注你的臉書的朋友 也知道 你有特別的來去做關注 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市長 你對於這個兒童安全方面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第一個我要非常謝謝 感謝張議員 那個托英中心那些事情 謝謝您的舉報 讓我們知道這種行為 很多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因為您的舉報 我們用最快的宿定 來做後續的處理 如果沒有檢舉人出來 我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一直呼籲說 在很多兒類事件 托英中心發生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夠 像張議員這樣子 隨時來跟我們計畫 我們來好好處理 那我在新北市擔任 七年多的副市長 我成立了個高風險家庭的安全網 當時我來的時候 只有兩千多個個案 後來我一直希望把它擴大 擴大到一萬兩千多個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我覺得我們努力的還不足 發現在很多黑暗的角度裡面 我們還看不到很多人 所以今天像家庭暴力 這一段時間發生的 加率80事件 其實我們也去了解 102年 曾經也發生過 但是我們當時接入個案 案子並沒有受傷 而且家母表示說沒問題 從102人到現在都沒有發生事情 沒有想到最近會發生這樣一個事情 其實我們真的都非常非常心痛 家庭暴力 护佑的問題 絕對是零容然 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用嚴肅的態度 從年去處理後續的工作以外 更重要去檢討我們的預防機制 哪一個地方能夠工作得更好 我們希望不要發生 不要等發生問題以後再來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是後面的問題 最重要不要發生 所以我會除了 我也會要求我的社工 我們現在社工的預算 越變越多 我都希望更多的 家庭暴力防疫中心的社工們 能夠親自在第一線 能夠掌握整個實際的狀況 我也希望我們的社區裡面 我們的理理長 有溫馨天使 指動去幫助我們 是的我希望公益大廈的管理委員會 這些管理委員 也能夠及時給我們通報 我們大家前面做起來 讓我們的整個政府體系 來保護我們的家庭暴力 保護我們的護佑的安全 我們把它做得無為不治 所以我要在這裡 非常非常地再度感謝我們的張議員 因為您的執行 您的檢舉 讓我們能夠 知道一個個案的問題 延伸了更多的 把事情做好的態度 所以真的謝謝您 好謝謝 謝謝市長 希望您說到做到 我希望我們新北市 可以成為一個 兒童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大家都提心吊膽的地方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當然一起努力 如果您有需要我做什麼 我都願意全力以赴 這是我一生當中 所業力想最想做的事情 我希望您可以實現您 當時候競選的承諾 安居樂業 一定 這是我應該要做的 毫無疑問 我們要前例把它做好 謝謝議員 謝謝張議員 謝謝 請期議長好 這個 今天的前瞻預算 專案報告也即將到尾聲 社會長先回座 那麼從剛才兩個小時的尋答裡頭 我們也看到 在過去我們有很多同仁 批評這個前瞻預算 撒錢 亂花錢 綁裝 但是現在這個同仁 我們很多同仁 現在都肯定這個前瞻預算 那也希望這個市府 能夠來積極的徵集這個前瞻預算 那麼今天主要專案報告 還是使趙英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在過去 這個市長說過 前瞻預算在西門市林 所以在分組審查的時候 碰到這筆預算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沒有審 因為我們要看市府 我們要看市長對這個前瞻預算的態度 那麼這個 當然市長有解釋過 可能是兩年前所講的 那不管 因為反走過必有痕跡 我們這新聞稿資料都有 但是不管 過去市長是對於前瞻預算不熟 或者是選舉議員 這個都過去的 接下來 我們主要還是針對於這個前瞻預算 我們一個態度問題 所以剛才我們的陳志龍議員 也特別提到 單單這一次的這個報告 其實 一夜半 我們算了一下 總共有709個字 一夜半 709個字 不到10分鐘講完 所以我們也希望 接下來 再做任何專案報告 我們局數這一部分 應該要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讓所有議員這邊來做參考 這是其一 那第二點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這個選舉已經過了 剛才特別 我們要爭取這個前瞻預算 我們同仁也有人講 蘇貞長過去提過100天 我們要限期要求 這個蘇貞長 一樣100天限期 現在市長是侯友宜 現在新北市長是侯友宜 新北市長現在不是蘇貞昌 當然我們要爭取 所以剛才這個市長特別提到 院會的時候列席 行政院會列席 六度的市長是當然要列席 不用說他會不會讓你去 絕對我們要過去了 但是我們過去以後呢 除了過去列席之外 我們也希望接下來 這個我們市府 我們的這個侯市長 開始審視我們有哪些東西 需要來做行政預算的補強 不然預算不足的 不然有像是這個 這個有預算上限的停車場 因為可能50年的置場 他預算不足的 像這一類的需要 前瞻預算來補助的時候 馬上來做個整理 然後備託所有詳細的資料 積極的來向這個中央來爭取 那我們也相信呢 蘇院長啦 對於這個整個新北市的感情呢 未來對於整個 新北市的一些繁榮地方建設 他也應該會全力來支持 所以這邊呢 我們要特別提醒 就接下來 全局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有更謹慎 更積極 更兼沛的態度 然後準備好任何一些 我們可能需要 將來做補強的 各項建設的一些預算 我們積極的來向這個 中央來爭取 那我們也希望地方也好 中央也好 大家都不分黨派 沒有色彩 共同來打造新北市 謝謝柔議員的鼓勵 我會照柔議員的話來做 我不但會去行政院院會列席 我也會親自去看很多的部會所長 因為部會所長 其實他是決定一個政策的 我還跟他拜託 怎麼樣來為我們新北市做更多的事情 好 我們用這種態度來解決問題 謝謝 市長 雖然沒有黨派 你抓 做我們的市長也是要給你教育 謝謝 現在重要是把 政見實踐 這是第一要務 所以今天前三計劃的一個報告 其實是沒有萬一 而且這個實在是錢的很多 但是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領導風格 但是我在這邊給你一個建議 你授權極觸沒有問題 但努力加一點而已 最起碼他們幫你準備好一點 這個 剛剛因為也有承諾 議長也有財事 說會再補 既然要補就把它完善一點 不單單是各選區 稍微分一下 重要的是要把其他項目都要編進去 不是只有軌道基金 不是只有做軌道建設 有很多項 剛剛有六大項 這個我就不要再重複 其實我們在審的時候 各部門都有 這個預算都被看得到 就送到大會 那上頭都沒有顯示 所以第一個 你把金額壓低 其實這個在互動的過程是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 是還要跟中央爭取 如果人家做了半天 你都敢講沒有做 或是火定人家的政績 其實這個也沒有什麼 是共同有的 那包括 如果說我們新美市比較少 我在這邊要講一句話 就之前的爭取 第一開始的時候 要編前摘預算的時候 那個時候 如果以政黨來講 剛開始是不樂見了 所以立法委員都一直杯葛 但我們地方也沒有激起爭取 這是第一個 再來 後來我知道 我們很多次的送見 那個內容是不堪檢驗 如果你隨便送 你還怎麼會准你 有用心很重要 這個當然不是市長的事 市長是大政犯見 但是各級處 你計畫 寫的 有那個價值 覺得這個該做 人家會合給你 你隨便不用心 我記得 宇恩 鄭宇恩 都提過 總執行的時候 都有講過 一個 在淡水要去爭取 前山計畫的案子 是按照以前的舊案 完全沒有改就送 而且那個時候 爛爪被打槍了 結果再燒一次還被打槍 我說一起努力 好不好 好 謝謝總議員 如果資料做得不好 居然說也是應該要檢討 大家把資料做得更完善 謝謝 謝謝 市長 先恭喜您 就是當了這個七年的副市長 終於西副澳城婆 由副轉正來擔任我們的市長 先恭喜您 想要跟您請教一下 您跟我們朱前市長的感情好不好 就是一個同事嘛 長官跟部署的以前的公事之一 一個同事與長官的關係 同事之情嘛 我覺得他有點是在害你耶 或是他有可能是急著要去選總統 所以好像這個交接不太OK耶 我覺得這真的有點誇張 本席在台北市議會做了多年的助理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薄的業務報告 只有一頁 非常的不專業 非常的不用心 真的希望市長可以改善 您知道您這邊沿用的局處首長 有一半都是來自於朱立倫市長 我相信您做了七年的副市長 應該也很清晰這些市政的項目 尤其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這個預算 有高達五百億亞市長 五百億市民的荷包不應該這樣子 這麼輕易的就預算過關 想請在場所有的局處長舉手一下 有哪一些人是留任的呢 我們大概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大概有三分之一留任 有三分之一留任 三分之二是新任 所以我跟議員說一下 理性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十 了解目前的這個市政的項目 這是有的不盡然負責這個工作的業務 我知道戴議員議事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報告的內容 不盡詳細的話 我回去會要求我們所有同仁來做一個改進 然後我也會 大概議員講過 我會把所有的分項列出來 在哪一個區塊做哪些事情 現在已經核定哪些 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我要把這個做好送給議員 讓議員知道你自己的選區裡面 我哪些地方已經可以 當然這是市府的職責 哪些未來要做的 我們都很期待看到 甚至看到市長提出更新的政策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會認為您的政策 都是沿用朱前市長的很多相關的政策 本席希望您可以大開大合 拋棄過去朱市長的老路 希望您開創一條新的路 希望帶領我們新北市走向更好的未來 謝謝戴議員的鼓勵 我們大家一起來 謝謝我們的市長 改變我們新北市 謝謝 先恭喜市長 謝謝 當選我們新北市市長 我想在朱立倫前市長的任內 市長作為副市長也非常熟悉了我們的市政 那我想要請教市長的是 您期許自己樹立什麼樣子市長的領導風格 我非常清楚我自己 我叫何友宜 我從以前從基層就爬起來 我跟我的所有市民連在一起 不要我的團隊每一個人接地去 在第一次改變事情 用行動治理改變所有的民眾的思維 民眾需要你的時候你要在他旁邊 不要忘了 好 我們是要替民眾解決問題 所以我希望 碰到任何事情 就直接面對 解決 承擔 做錯沒有關係 承認 改變 然後我們帶領整個團隊的分圓 把我們團隊的凝聚力量 每一個人不能互相推回事情 把事情做好 所以把事情做好這件事情 對於市府來說 是所有指導原則的最高歸念 那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至於府會關係 市長 您覺得未來的路線 應該要走什麼樣子的路線 因為就我們的議程 包括昨天 已經寫在這個議事日程表 要供大會來審議的 包括我們的專案報告 這個部分 其實也都是各黨 有協商的一個機制 才寫在這個議程表的 那對於議員要取消專案報告 然後讓市長可以 這個可能不用來市府 來對前單計畫來做專案報告 我不知道市長您對於這樣子的 府會關係 你覺得要怎麼樣子 未來的四年要怎麼樣建立 其實議員根本也是很清熟的人 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府會就是一條心 為市民來努力跟打拼 我們要用盛困實在的態度去解決問題 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議員希望我來做如何的報告 希望我做什麼樣的 只要是為市民好的 要讓市民了解 我都願意承擔 我們大家互相來打拼 我們大家的感情情到中 都為我們市民來拼一個好日子 所以我就用這種態度來面對 好不好 是 所以市長是一個重情重義 然後也會記得說 當市府跟議會有意見衝突 或是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市府的身段會放下過去可能執政的這個慣例 然後身段柔軟來傾聽不同的意見 那如果議會有需要市長 市長隨時都在 這個是市長可以承諾的部分嗎 這沒問題 本來我就要這樣做 我去到哪一個地方 我一定要跟議員說 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很乖乖 所以我如果到地方去 我也拜託議員 如果有空 我們大家一起去看 怎麼去解決什麼問題 也許我一次沒有辦法解決大問題 但是我起碼了解問題在哪裡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尤其我到淡寧去的時候 拜託 政議員 也可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我們兩個人的背後 都有民意的支持 也有民意的期盼 對 所以我希望市長 在未來府會關係 可以不要在第一天 就這麼的緊張 我想很多議員都很 可能也是很愛我們的侯市長 所以對侯市長有很多的愛護 我也希望說我們府會和諧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謝謝市長 謝謝議員 謝謝鄭議員 那個 侯市長 我想 你不斷地接到一堆的恭喜 當然來講 在我的立場 還是要恭喜你 謝謝 能夠帶領新北市 未來四年的發展 但是因為我今天我看到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一個專案報告 其實我看到的跟很多同仁都一樣 就是我們只有一頁的預算書 一頁的計畫書 卻要了幾百億的清費 這其實本來我想你假如說 你是當主管的人 或是甚至於你部署的人 你看到這麼樣的療效的一個價位書 你會看到這個會有分度 你如果說市政府未來所有的價位書 都是這麼療效 我相信說 侯市長你大概應該當到一半 那個民調就會降到18%以下了 所以我希望說 在做事情的嚴謹態度上 第一個先要改善 這個是態度問題 我這樣講 第二個我再講說 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因為當時在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市長你並還沒有當市長 所以你是一個副市長或是候選人 那我想了解一下說 你未來有很多你想做的還沒做的 還沒編的預算 你以後要怎麼處理 是用追加點預算還是用電戶 那你要如何把你的預算 能夠編在你當市政裡面 能夠執行的部分 要怎麼處理 謝謝議員 我會重新去檢視 那這次編的預算裡面 我能夠先做的一定先做 當然有些要求新求變了 如果有需要 我會來跟一位來做一個報告 我想說你不是朱立倫的應聲蟲 也不是跟著朱立倫的後面跑 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不然先別市民不會嫌你當市長 謝謝你 是不是 所以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的政見 你的理想如何實現 應該要在顯示在預算裡面 在經費裡面 這是第一個 那我想說因為我們的時間不多 因為今天大家的時間不多 那我在想說剛才有很多議員說 要把那個兒童博物館老人補助 什麼垃圾袋降價 去找我們的蘇院長要 那我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很好笑 我在想說蘇院長真的要代理新北市的市長 你真的準備要辭職嗎 不然怎麼會去找蘇院長來兌現你的政見 這個是第一個 那我想說你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你也講過 假如我們蘇院長所提的政見好的 你也會去做 那你要做的話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去做 不是把那個政見賣給別人 這是你講的 難道我們議員提了建議 我們議員還自己要去募款不成嗎 謝謝 所以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市長 應該有的態度好不好 謝謝議員的寶貴意見 謝謝 那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們就不多談了 拜託一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議員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分鐘好不好 沒有啦 洪家軍 洪議員 洪家軍 洪議員 妳以後要再說 洪家軍 洪議員再說沒有óp внимание 請幫我開…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 是 我從等級1號一直聽到 我是等級27號 我非常非常欣賞你一個態度 對啊 套越所有的一個政治問題 只要什麼是對於老百姓有幫助 對相信好的 你就去做 你去溝通你就去面對 在這邊很多的議員在質疑就是說 你跟朱市長有什麼差異 我認為差異非常大 我看到這樣的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身段 那我們也期待 透過這樣的一個溝通 直接面對問題 直接面對所有的議員 這樣的一個態度很坦然的面對 我相信可以讓新北市更不一樣 政黨是可以合作的 不是只有二鬥 那當然大家對於前瞻計畫 大家有很高的一個期待 我在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說一件事情 這些事情剛好也正在發生在三陰地區 因為一個落蹲 又一個落蹲再坐下去 當然當地的相信都很有感 但是同時有些問題也逐漸浮現 包含對交通的衝擊 有這樣媽媽在形容 我送孩子去學校要半個鐘頭 救護車可能因為塞車塞在路上 影響到救援 再來呢 更別說這些機車汽車停車的一個問題 所以 市長您在選舉過程當中說 捷運到哪都更到哪 我相信這樣一個方式可以帶給地方這樣一個繁榮 而且可以解決同步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同時相信也提出他們的一個想法 我希望說市長可以責成我們捷運局 認真指示去評估他們所有的一個建議 包含說要地下化 包含他們所提的相關的一個問題 真的就像您剛剛所說的一個態度 我面對問題我去解決問題 不論你是藍或綠所提出來的 只要可以解決問題 我都來做可以嗎 好 外公總嘉心議員我真的非常謝謝您 其實我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 解決地方的需求 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您提出來的 我們現在在蓋的 未來是立體化是地下化的問題 包括這個對我們的環境的衝擊 交通的衝擊 我一定責成我們的捷運局 趨勢到地區去跟基民來做個過分 我相信您今天的態度 透過影像 當地居民都會有感 有需要的說我願意去 我願意去 我跟你說我也願意去 所以我要請捷運局 他們的專領先去給他們評估好 跟基民說 有需要我一定跳到第一線跟基民來講 我希望用我們誠懇的態度去解決問題 包括跟中央 包括跟桃園 市長 我補充最後一個 未來三陰線接下來就接桃園 就是國際機場 換言之從國際機場進來的第一站就是陰哥 值得我們投入更多經費跟行李 我贊成 我曾經跟桃園市市長都提過這些事 這條線太重要了 我們都願意把它接到他們好像是綠線 巴德的綠線 我才會接起來 包括櫻桃園 未來的路要怎麼擴散 要怎麼去改變 我覺得 我永遠有一個觀念 北北淘基 是一個大台北 甚至可以把宜蘭都納進來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SAMP 大家共同把大台北做起來 沒有分哪裡是誰 所以其實 我們陰哥市民三峽這個地方 跟桃園的接軌 跟新北的接軌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核心點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市長 最後時間我們請陳怡君陳議員 謝謝 謝謝 我們持續下來要把 朱市長 在中央撥補下來的 我們要把他執行下來 那也謝謝我們 我覺得 侯市長 你很親民 你這點 絕對是比朱市長 就是 更容易親近 謝謝 那所有的議員 我相信我們的聲音 你都聽到了 可是我想 你要讓 我想在這邊幾點建議 其實你應該放權給你的各局處長官 我曾經跟各局處長來到我們辦公室呢 跟我們在分享他們想要未來要做什麼 我唯一希望是說 他們就是侯友誼 他們就是侯市長 大家要有肩膀 你們千萬在座 我想請問一下 在座是政務官 不是事務官的 就是你沒有公務 就是那種 這個資歷身份的 那個政務官的請舉手 包括文化局長您也是嘛 也就是說您是政務官 你們應該要有絕對 像侯市長一樣的肩膀 扛起來 那未來這些 就是你們事務官身上來 現在是第一線了 我也要拜託你們 你們不要 就是讓侯市長 被我們這些地方在罵 我們議員跟你們溝通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馬上就開始在做了 好不好 不用讓我們再打電話 跟侯市長說 市長你幫我做這件事情 市長如果你接這種電話 你要不要去懲罰你的局處長官 要不要 謝謝議員 我議員您講得真好 我曾經跟我們的團隊講 希望大家不記得侯友宜 記得他們 每一個人都比我強 比我好 這是我的榮耀 不要老是只看到侯友宜一個人的身影 我要看到每一個人的身影 可以決定事情 做好一件事情 那都是我個人的榮耀 都是給我侯友宜到有更大的榮耀 希望市府團隊 就是當然我們在座每位議員 都很認真做事 那選完之後不要分藍綠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很好 我們要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 來 市長請回 市長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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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請問 請問問請問 請坐 請坐 沒有 這個 這裡有一 有一件緊急動議 東議員 張議員 為歉 連署人 何博文 周勝考等 36位 案由 有鑑於兒童教育機構 履傳照顧員施暴問題 鑑請新北市政府 落實憑鑑 並有效掌握幼兒教育之安全 即時公布違法幼兒機構及照顧員 以保障兒童能在安心安全的環境中成長 說明 一本市發生幼兒教育機構人員 施虐未滿兩歲之因幼兒情形 令社會大眾及家長痛心 是否應立即亡羊補牢 二現有評鑑制度不足以防治幼兒暴力 評鑑制度更無法真實察覺幼兒機構辦理成效 應徹底檢討 三 照顧員於機構中面對虐兒事件時 常礙於工作壓力無法出面檢舉 導致幼兒反覆受虐 四 現有違法之照顧員並未公告而是個案公布 無助於幼兒教育安全的把關 是否應全面清查 辦法一我們要求反暴力反霸凌 面對無助的幼兒照顧上 必須納入家長意見 落實幼托機構評鑑制度 二面對虐兒事件問題 應設立玻璃反條款 請市府提出誘因與罰則 讓虐兒問題無所遁形 三市府應設立平台 將違法之幼兒機構 以照顧員公告列管 全面清查違法育兒機構人員 避免違法照顧員 造成更多幼兒受害 主席我想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發生的 那間永和的托嬰中心 其實它是所謂的假等 所以其實這個評鑑機制 確實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評鑑機制 必須要去改善 必須重新來去檢討 避免說以後我們家長看到假等的時候 其實心裡也毛毛的想說 是不是這個都是職上作業而已 根本沒有實際的一個 去做一個機查的動作 再來呢因為我看我們鮮英美市 過往好像都沒有公佈 這個虐待小朋友的照顧員的全名 可是我看台北市是有公佈全名的 那既然呢這個違法的事情這麼的嚴重 我建議還是要公佈機構的這個全名 以及照顧員的全名 以示警惕 避免他們呢 反覆的在其他的托嬰中心來去做認知 殘害我們小朋友的這個安全 那以及呢這個 這個窩裡帆條款啦 就是其實這個托嬰中心 它本身是比較封閉的一個群體 所以呢如果說裡面的老師 他們有一些誘因 他可能因為工作上面的壓力 他沒有辦法去 把這樣子的違規事情講出來 其實我們要設立一個就是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窩裡帆或是說是吹哨者的一個制度 來落實說我們小朋友 在托嬰中心當中其實是要安全 受到一個保障的啦 那因為這個連署的人數已經超過半數 所以我們請主席來幫我們裁示 好 請師傅研究辦理 那個時間到了 欸 欸 那個請問這個托兒所 是不是我們公辦的公托 是不是 不是啦 這出版的啦 不是 我們有跟我們合作的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加盟的 通通沒有 對嘛 就是加盟的嘛 就是我們後來在推動的這個加盟嘛 是嘛 是屬於 是屬於 不是 不是 就是跟我們加盟的 師弟加盟 師弟加盟 所以這個問題也要特別的 因為跟我們最近加盟的不少喔 那全面 全面查一下 全面查一下 那個怎麼樣 是否可以一個月之內 給所有的議員一份報告 一個月 好 OK 好好 好 沒問題啦 謝謝 謝謝 所有的議員都要 齁 那時間也算了 謝謝 謝謝